第一章 道门绝不软弱 坟墓前 凌晨天见眉心目 一双眼神似能洞穿一切 此刻 凌晨天对着前方上百座坟墓 跪地立誓 师父 当年你拼死救我 为道门留下最后的火种 如今 我已经尽数学会门派绝学 九岁那年 凌晨天亲眼目睹门派被灭 上百亲人当场丧命 尸山血海之中 师父拼尽了最后的寿园 帮助凌晨天逃生 依靠着师父临终之前留下来的指示 凌晨天来到道门悬崖之下 历经十年 将门派传承尽数掌握 成为道门唯一真传弟子 我们道门隐居深山 与世无争 却还是招来了被灭门的下场 您说 这是因为世人贪婪 想要窃取我道门天书 修炼成仙 我觉得不是 说到这里 十九岁的凌晨天 眼神里散发出一股风锐之气 好似一把血藏的多年的利刃 即将出窍 道门天书 不是被灭门的借口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真正的原因 是我们太软弱了 我们的软弱 才弄得外面群摸乱舞 就连那些不知名的小丑 都想对我道门蹬鼻子上脸 是时候该让全天下知道 我道门了 师父 我的利剑出窍 不见血绝不受悔 那些曾经欺压我道门的 跳梁小丑们 全都必将付出代价 砰砰砰 凌晨天连续磕了三个响头 随后背上竹楼 穿上草鞋 离开道门牙 道门天书 凌晨天至今也没有学会 并不是因为资质不够 而是想要修炼道门天书 就得找到九颗道门灵珠 这九颗灵珠 如今已经不在道门之内 只知其中一颗灵珠师父 将其交给了 她在世俗里的妻子保管 想到温柔的师娘 以及曾经和自己一起玩泥巴的 那个小女孩江白月 凌晨天忍不住心里一酸 师娘 月儿 我来了 星光大酒店 这是江南市最顶级最豪华的酒店 今天这里被人包场了 这是一场属于豪门的晚会 穿梭在这里的人 无不身家显赫 非富极贵 其中一位身穿顶级奢侈品牌白裙的女人 她的出现特别的引人注意 长发披肩 身材窈窕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那白裙之上闪烁着的珠宝光泽 还有那很大的珍珠耳坠 奢华亮眼 彰显富贵气质 叫人看着 着实羡慕 很多男人都对这女人 举起了酒杯是好 但这女人很是傲慢 并不是对所有人都点头示意 豪门之中 也是有三六九等高低贵贱 只有那些真正的顶级豪门子弟 才能入得了这女人的眼 很快 女人走到几位富家公子的身边 几位富家公子 见到女人前来 立刻笑了 李木然 真不错呀 这些年来 你们李家越发的辉煌 马上就要步入四大家族的行列了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你们也不看看李木然的本事 能文能武还能干 泽泽 李家有这样的后代 那是迟早的事情 听了这些话 李木然笑了笑 不无得意地说道 各位太看得起我们李家了 我们李家还到不了四大家族的高度 谦虚了不是 一位青年看向李木然笑道 不是谦虚 李木然言道 谁都知道 我们江南的四大家族 是上官家 林家 吴家 以及江家 我们李家还不够格 听了这话 青年冷漠一笑 江家 他们也配与我们齐名 另一位青年也跟着不懈地说道 自从十年之前 盗门被灭 江家早已经失去了靠山 这些年来 江家一直被各方势力排挤打压 家族企业负债累累 早已经摇摇欲坠 哪里还能称得上是四大家族的行列 说着 两位青年同时看向旁边一人 言道 林公子 你们家乃是四大家族之首 你说呢 被叫做林公子的青年 他手里拿着高脚杯 神态傲然 淡淡地说道 江家早已经不复从前 不用多久 江家就会破产了 哦 李木然看向林公子 笑道 林公子得到什么消息 说来听听 这个我暂时不能说 你们拭目以待就是了 林公子神秘一笑 随后看向李木然 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 言道 不过 我上次听人议论 你们李家很有可能替代江家 成为四大家族之一 李木然立刻对林公子媚眼如丝 说道 还望林公子 能为我们李家说点好话 想让我为你说话 林公子玩味一笑 一巴掌打在李木然的翘臀上 笑道 那你可得付出点代价了 嘖嘖 李木然立刻焦躯一颤 哑声道 林公子 你可真讨厌 还未等林公子大笑 却在这时 一道声音 响彻晚会大厅 昔日到门地看门狗 靠着出卖主人换来地位 如今也要威猎四大家族了 配嘛 这道声音并不是很大 但却极具穿透力 所有现场的贵宾 都是动作一致 一个个地捂住了自己耳朵 耳膜被震得几乎快要碎裂 很快 人们循着声音 朝着酒店大门口看去 只见一位见眉心目的青年 缓步走路大厅 他穿着草鞋 背着竹楼 一身穿了很多年 洗得变色的破旧衣裳 来者正是凌晨天 他这一身装扮 与这里的豪门贵族 显得南北不着边 人群一个个疑惑地看向凌晨天 立刻有人上前 朝着凌晨天叫道 臭乞丐 你是谁啊 赶快滚出去 这里不是你这种乞丐能来的地方 滚 滚你妈比的 凌晨天直接一巴掌打出 这人的脑袋 直接在脖子上转了十几圈 你还没资格知道我是谁 这一巴掌 让现场众人一个个猝不及防 全都看傻了 这是谁啊 力气如此之重 一上来就杀人 一时之间 整个晚会现场 全都安静下来 落真可闻 凌晨天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 缓步向前 目标只指四大家族的几位青年 此刻四大家族的这些青年们 也是一个个的看着凌晨天 目光里带着惊讶和疑惑 其中一位青年说道 这人到底是谁 另一名青年疑惑道 他之前好像说了道门两个字 莫非十年之前的那场屠杀 还有漏网之鱼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李慕然说道 我想起来了 他是凌晨天 凌晨天 四大家族之首的林公子 微微皱眉 随后摇头道 不认识 我听闻他是个锅 被盗门收养长大 李慕然一脸疑惑地说道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这么多年过去 他居然没有死 哼 不等李慕然继续说下去 林公子冷哼一声 目光冷漠说道 盗门愚孽 如今只不过 是一个散家之犬罢了 李慕然跟着点了点头 说道 确实 能够活下去 已经算是他命大 李英狗活才对 可他还敢自己跳出来 当真是愚蠢 旁边吴家的吴公子 立刻得意地笑道 没错 盗门愚孽就该死 吴公子冷笑一声 立刻叫道 来人 给我将这个盗门愚孽拿下 随着吴公子的号令 保镖们立刻出现 一名保镖 立即走到了凌晨天的面前 冷冷一笑 盗门愚孽 还敢公然出现 你这是自己找死 随即 这名保镖立刻一拳 朝着凌晨天打来 这一拳速度极快 居然带着呼啦啦的风声 普通人若是被打中 非死即伤 然而 凌晨天只是稍微一歪脑袋 轻松躲开了这一拳 退下 随着凌晨天这两个字出口 一股磅礴的气势 油然而生 好似魔神降临 震慑万物 首当其冲的 自然是这名对凌晨天攻击的保镖 虽然凌晨天还未对他出手 可是他此刻已经被这股气势 吓得满头大汗 甚至拳头都在颤抖 保镖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凌晨天 惊恐道 怎么可能 居然有人可以凭借气势 就让我心惊胆战 我不会再说第二次 退下 凌晨天冷漠地看向这名保镖 气势突然再次攀升 一股犹如实质的压迫感传来 这名保镖无法承受 单膝跪倒在了地上 浑身颤抖 凌晨天直接从保镖身边越过 目光看向吴公子 此刻准备宣判凌晨天死刑的吴公子 他整个人都看傻了 怎么会这样 这可是我最能打的保镖啊 阿明 你快起来干他 你在干什么 吴公子惊恐地大叫 可是 无论他怎么叫 他的保镖此刻 也已经不会再站起来 仔细看去 只见这名保镖跪地的那只膝盖 已经将地板砸得粉碎 鲜血顺着他的膝盖流下 膝盖上的骨头 早已经是粉碎 眼看着凌晨天走到面前 吴公子吓得脸色苍白 惊恐道 来来来 来人 门外的保安吗 全都死绝了 不用叫了香巴了 我进来之前 门外那些人 已经全都解决了 凌晨天冷漠地 看向吴公子说道 这话好似晴天霹雳 顿时让吴公子 吓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惊慌失措 嘴里嘀咕道 道门鱼念 你居然敢 啪 不等着吴公子说完 凌晨天单手拍 在吴公子的脑袋上 只见吴公子的脑袋 直接缩进了脖子里 当场弃绝 这个举动足以震慑在场的所有豪门 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脚步不断后退 看到凌晨天旧 好似看到了魔神一般 惊恐不已 他 他疯了 吴家的人 他都敢杀 吴家可是我们江南市的四大家族之一 这人不要命了 他不怕吴家找他清算吗 疯了 真是疯了 后退 别靠近这人 他的目标好像是四大家族 没错 他似乎就是送着四大家族的人来的 快后退 短短瞬间 晚会之内 无数豪门 他们的态度从疑惑变成不屑 再到现在 一个个都感觉到了惊恐 他 是魔 他真的敢杀任何人 连四大家族的人 都说杀就杀 还有什么他不敢做的 人们一个个惊恐的后退 很快 现场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本应该被簇拥的四大家族的子孙们 此刻好似被人们孤立了 危险来临的时候 人都是自私的 人们看着倒地的吴公子 此刻哪里还有人敢去靠近四大家族的人 凌晨天对倒下去的吴公子 看也不看一眼 目光淡淡地看向天花板 他这举动 好似在用鼻孔看这里的豪门贵族 什么四大家族 只不过是道门当年扶持的四个小小势力而已 这些势力依靠道门生存壮大 可是当危险来临之际 这些家族非但不报恩 还一个个地对道门落井下石 凌晨天淡淡摇头 随后目光看向脚下的吴公子 再次说道 十年前 各方势力围剿道门 吴家为了自保 不仅背叛道门 更是亲自带路 率领外部势力杀入道门 该杀 随即 凌晨天的目光 看向前方的李慕然和林公子等人 言道 林家靠着出卖道门 成为了如今的四大家族之首 该杀 此言一出 一股杀气弥漫 悟空一气的林公子 他也慌了神 连连后退 你不要乱来 你疯了 我可是林家的长子 你敢动我一根毛 林家绝不会放了你 第二章 道门见纸图狗背 今夜月色红 人们都能感觉得到 这个晚会 必将血流成河 而此刻 以四大家族之首 自称的林公子 他的威胁 显得苍白无力 凌晨天 缓步走向林公子 目光再次看向了天花板 没有动手 可是这最吓人 林公子已经是吓得脸色苍白 浑身色色发抖 哪里还有从前的傲慢和底气 他惊恐地看向凌晨天 凌晨天 你要知道 如今已经不是十年前了 现在这天下 谁还知晓道门的存在 凌晨天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也不说话 他穿着草鞋 背着竹篓 浑身衣服都洗了很多年 显得很破旧 这样一位存在 本来根本没资格踏入这里 可此刻的凌晨天 一句话也不用说 就已经让人打寒 尤其是以四大家族之首 自称的林公子 在他看来 凌晨天此刻的安静 就好似血雨来临之前的宁静 望而生畏 林公子颤抖道 就算道门还有和你一样 侥幸活下来的人 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林家 凭你一人之力 改变不了什么 你不能动我 一旦你出手 林家必将和你不死不休 听了这话 林晨天缓缓地低下头 目光看向林公子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你 林公子顿时满脸大汗 眼神里全都是惊恐之色 好似散家之犬 别 别过来 扑痴 不等林公子说完 林晨天二指并拢 手上仿佛出现了一道锐利的利剑 直接贯穿林公子的太阳穴 林公子带着满脸的惊恐 连发出惨叫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倒在了地上 用到门剑指杀你 这是你最大的荣耀了 林晨天也懒得看到下去的林公子 目光看向前方一群四大家族的青年们 此刻的林晨天 君临天下 无所倔 众人闻之变色 一个个的惊恐的后退 够了 林晨天 却在此刻忽然有人大叫起来 居然还有人敢对林晨天何耻 人们好奇地看去 只见李家的李木然站了出来 他流着眼泪 看着林晨天 说道 林晨天 不要再闹下去了 事情背后牵连诸多大势力 那些大人物 可不是四大家族可以左右的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只是为了自保 才不得不为之 他这话顿时让现场很是安静 人们都在惊讶于李木然的胆量 一个小女子 居然敢在这时候站出来 而此刻 李木然见林晨天没有说话 他带着眼泪 来到林晨天的面前 说道 给我一个面子 不要闹了 说着 李木然抓住了林晨天的手 言道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 我们还见过面 还一起玩过家家 给我一个面子 收手吧 眼见李木然的话 似乎有了效果 周围的人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然而 碰 林晨天一脚 直接踢在了李木然的小腹上 李木然整个人倒飞出去 随后重重落地 如此靓丽的美女 也被一脚踢开 李家当年还只是为道门 送衣食物品的小喽啰 为了获得利益 串通外敌 在食物之中下毒 这才导致道门毫无抵抗之力 李家最无可舍 林晨天淡淡说着 目光锐利 毫无感情波动 好似只是在叙说成年往事 是的 当年若没有这些吃里排外的东西 若不是他们与外界里应外合 道门哪能就这么轻易地被灭门 目光看向周围这一个个的小人嘴脸 他们也有畏惧的时候 当年道门被灭 这些人脸上的笑容 林晨天还依旧挤得 天道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三天之后 将会是道门被灭十年的祭奠之日 这里的所有人 包括四大家族 上上下下老老小小 全都给我披麻带笑 林晨天冷漠地看了看在场的众人 言道 谁若是不来 你 丢下这话 林晨天立刻转身便走 刚走到了门口 只见外面呼啦啦地 闯进来一群人 这些人全都统一穿着黑色的衣服 戴着墨镜 手里还有各式各样的武器 不用多想 一定是人群之中 有人悄悄通风报信了 谁人敢敢杀我林家的长公子 为首一人 年约六十来岁 穿着一身黑色的练功夫 看起来中气十足 显然是舞蹈底子很足 这才能有这样的气场 而此刻 还没离开的林晨天正好 被这些人给拦住 现场有人立刻认出此人 说道 是 舞蹈大师张振天 居然是张振天来了 太好了 张振天号称是林家第一保镖 林家的家主都曾经说过 只要有张振天在 就没有人可动他一根毫毛 有人立刻指向林晨天 叫道 大师 快拦住那小子 那小子就是杀了林公子的罪魁祸首 伴随着声音 一群人立刻将林晨天给围住 张振天则是怒吼道 杀了林公子 意思是说 林公子已经死在了他的手上 人们立刻让出一条道 张振天看了看林公子的死状 随后满脸的怒意 他转身看向林晨天 冷漠地说道 报上明来 我张振天不展无名之辈 林晨天单单看了看此人 随后双指并拢 单单说道 他能死在 我到门剑指之下 也算荣耀 你也要试试看 找死 给我上 张振天立刻一挥手 周围的保镖们二话不说 全都拿着武器朝着林晨天冲了过来 眼见此状 林晨天目光淡然 并拢得双指 好似利剑的形状 一道气息绽放开来 随后双指之上 居然绽放出一道肉眼可见的剑气 一把利剑绽放开来 林晨天一个横扫 风味的剑气 直接将正面冲来的四个人 给拦腰斩断 纵剑再斩 又是三个人被斩断了脖子 砰砰砰 脑袋一个个的掉落 在地面滚动 很多人哪里见过如此恐怖的场景 一个个吓得乱叫 远远地避开战场 不到片刻 以林晨天为中心 周围二十米之内 见不到一个人影 只能看到一些 还在地上滚动的脑袋 第三章 你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道门剑指 玉器画剑 一剑一头颅 此刻林晨天目光所到之处 人群尽皆胆寒 而那位号称林家最强保镖的张大师 他则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林晨天 早就听闻 道门剑指 修炼之画镜 可演化成实质的剑气 没想到这是真的 张震天一脸惊讶地看向林晨天 不等他多说一句 林晨天的剑指已然袭来 张震天见状大惊 立刻想要躲闪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林晨天的双指之上 那剑气已一道奇妙弧线 正好封锁了张震天的逃跑路径 顷刻间 剑气已经划过张震天的脑袋 噗咚 又是一颗人头落地 你连报上 明来的资格都没有 又和谭部长无名之辈 林晨天看了看这颗脑袋 手指上的剑气渐渐消失 被收拢入手指之中 懒得看这些萧小之辈的惊恐模样 转身就走 咚咚咚 本该平平无奇的脚步声 此刻落在这些人的耳朵里 好似响雷 一直到林晨天离开晚会现场 周围都是鸦雀无声 人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个的不敢置信 终于有人缓过神来 林家第一保镖 居然就这么被斩杀 那位盗门弟子也太强了 何止是强 赶紧离开这里吧 吃则生变 不怕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 说是三天后 让四大家族披麻带笑 他应该不会回来了 没错 眼下的这一切 只是个开胃菜罢了 那人真正想要做的 远不止这些 那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猜猜 快看 又有人来了 好像是吴家的人 人们立刻朝着大门口看去 只见吴家家主 带着一群人姗姗来迟 很快 吴家家主找到了儿子的尸体 有人在旁边小声说道 有一个自称是 道门真传弟子的年轻人 他见到吴公子二话不说 一巴掌就将吴公子的脑袋 拍进了脖子里 吴家家主两鬓斑白 他听了这话 脸色阴沉 目光看向身边的一位 带着半边面具的忠年 带着半边面具的忠年 蹲下身来 查看了一下吴公子 随后摇头道 此人看起来 内力极其深厚 吴公子已经弃绝 吴家家主顿时冷漠道 道门的余孽 还真够大胆的 带着半边面具的忠年 跟着点头道 老板息怒 道门早已经不复存在 就算偶尔幸存下来 几个余孽 也翻不出多大的浪花 让我出手 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去吧 吴家家主点头 戴着半边脸面具的忠年 立刻离开 有人小心翼翼的 凑到吴家家主身边说道 那道门 余孽还说了 说是三天之后 让你们四大家族 全都劈麻戴孝 去拜祭道门的死者 吴家家主握紧了拳头 冷漠的叫道 想要让我披麻戴孝 找死 深夜的街道上 凌晨天独自一人走着 四大家族 只不过是一些 吃里扒外的东西 真正要面对的 那是那些参与 消灭道门计划的 各方势力 不过 这都不是问题 通过四大家族 自然可以找到那些人 这些都将在三天之后 一并解决 而眼下 是应该去看看 师娘还有月儿了 还记得小时候 师娘很是温柔 还记得小时候 和月儿一起玩泥巴 凌晨天一边走着 一边回忆过去的一幕幕的 他的装扮 在这城里的街道上 显得很是异类 周围时不时的有人 对凌晨天指指点点 这让凌晨天很不适应 只好加快脚步 很快 凌晨天已经来到了 江家大院的门口 这气派的大院 坐落于都市之中 占地很广 可见江家曾经 鼎盛时期的辉煌 昔日江家 也曾是江南四大家族之一 凭借的 就是江家的小女儿 和道门长教联姻 不过谁能知道 道门会被灭呢 自从道门被灭之后 江家立刻被各方势力 排挤打压残食 如今已经是门口罗雀 小时候 凌晨天也 曾经跟着师父来过这里 那时候 即便是到了晚上 江家门口也是有人进出的 访客络绎不绝 院子里很多庸人 灯火通明 可现在 物是人非 偌大的江家大院门口 就连灯光都没有 在夜晚之中 这里黑漆漆的一片 这和印象里的江家大院比起来 简直是一个天堂 一个地狱 凌晨天微微皱眉 立刻打算上前 可却在这时候 只感觉背后一道杀意袭来 咻 一个飞刀 从凌晨天的身边穿过 随后盯的一声 定在了旁边的院墙石块之中 只见黑暗的道路之上 一个身影 正在慢慢地靠近 这人嘴里说道 我果然猜得没错 道门余孽重出江湖 肯定要来找江家的人 等到这人靠近 凌晨天顿时眼神里 蹦射无边杀意 只见来者的打扮很是奇怪 脸上戴着面具 但面具只是一半的 只遮盖住半边脸 如此奇怪的打扮 对于凌晨天来说可不陌生 当年的那场屠杀之中 凌晨天 见过戴着半边脸面具的人 而且有很多 不管这些人是哪一方的势力 必然是当年的参与者之一 我已经感觉到了你的杀意 不过 戴着半边面具的中年 缓缓接近凌晨天 嘴里戴着一丝嘲弄的口气说道 不过 就算你怨恨也没用 不仅道门已经覆灭 这江家因为和道门关系非同一般 自然也不会有好下场 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 江家的价值几乎已经被榨干了 大佬们已经决定 就在这几天 他们就会让江家灭门 以彻底断绝后患 戴着半边面具的中年 忽然残忍一笑 问道 怎么样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 我分享这个好消息 说完了 凌晨天淡淡问道 嗯 中年微微疑惑 如果没有更具价值的情报 你可以去地狱了 呛 下一刻 凌晨天已经打出剑指 只见凌晨天的双指并拢 一道剑气释放开来 形成一把利剑的形状 直接朝着面具男斩杀过去 而这面具男并没有躲开 一剑斩来 利剑从面具男的脑袋中 星线穿过 直接将其一分为二 然而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这被一分为二的面具男 他居然没有死 甚至好似细胞分裂一般 直接就变成了两个人 更可怕的是 这两个人都有鼻子有眼 有双手 而且诡异的是 两个都会说话 盗门剑指 果然名不虚传 炼之化尽 无所不展 左边的面具男说道 右边的面具男 则是跟着冷笑道 剑指再厉害 可毕竟不是天书 只有天书 才能拯救道门 小子 你若是知道天书在哪 或者主动上交 上面 一定会很赏识你 会给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交出天书 两个面具男同时大叫 随后 两人一左一右 形成互相夹击之势 朝着凌晨天杀来 第四章 天若足我 逆天又如何 眼见对方杀来 凌晨天依然不惧 剑指之上的剑气 绽放得更盛 灰剑在虚空之中 展出一道道的剑影 重重的剑影 好似一道屏障 直接堵住了对方攻势 随后凌晨天纵剑一步 从两个面具男身边穿过 剑气再次穿透 两个面具男的身躯 诡异的是 这两个面具男再次分裂 从两个人 再次变化成四个人 剑都斩不死 而且越斩数量越多 只见四人各自站立一方 从四个方向 将凌晨天给团团围住 道门早已经覆灭 就算留下一两个余孽 也翻不出浪花了 则则 道门真传弟子 看来也不过如此 能在那场浩劫之中活下去 你本应该隐姓埋名 可你却要逆天而行 注定要失败 老老实实地交出天书吧 道门不可能再度崛起 你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 凌晨天无视着诡异一幕 淡淡说道 奇门遁甲之术 也是出自我道门 道有三千 净出自道门 数有万变 百变不离宗 小子 你还挺有自信 不用和他废话 先擒拿了 然后严刑拷问 看看他到底知不知道天书的下落 就算道门是万法之宗 也难以改变覆灭的事实 小子 有能力破我的招数 你就试试看吧 四个面具男各自出言 随后从四个方向 再次朝着凌晨天展开攻击 凌晨天淡淡 看向着周围冲来的四人 摇头道 世人欺我道门 既因为我道门软弱 我凌晨天将改变这一切 道门绝不再软弱 言语间 四个面具男已经杀志 他们每个人出手便是杀招 直指要害 可是下一刻 扑哧扑哧 一道道血光飞溅 竟然是四个面具男 互相将利刃 刺入对方的身躯之中 而凌晨天 居然诡异地从原地消失不见 四人大惊 其中一人叫道 是道门顿术 不等这四人有什么动作 他们的头顶之上 一道巨大的太极阴阳图 正在形成 四人抬头看去 凌晨天不知道何时 已经出现的上方 整个人悬浮在空中 只见凌晨天手 只在虚空之中画动 居然在虚空之中 画出一幅巨大的太极阴阳图 那太极阴阳图 缓慢地转动 散发出一股 大道至尊的古老气息 太极图之下 四个面具男脸上 终于出现了惊恐 道门伏法 没想到道门已然负面 还会出现这样一个妖念 快逃 四人立刻四散逃窜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伏法万道 太极阵法 伴随着凌晨天的号令 那太极阴阳图 朝着下方一个卷洞 呼吃一声 直接将四个面具男脸 都卷入太极图之中 没有任何的痛苦与挣扎 四人直接化为了一滩血水 瘦 凌晨天手掌伸出 随后太极图 进入凌晨天的手掌心之中 天若足我 逆天又如何 凌晨天也不多看一眼 拂袖而去 只留下地上的一滩血水 再次来到江家的门口 凌晨天深呼吸了一口气 脸上出现了一丝柔情 如果世上还有亲人 那就是师娘和院了 敲门 等了片刻 也没有人来开门 凌晨天微微皱眉 立刻翻越了院墙 来到江家大院里面 这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丝毫没有过去的灯火通明 甚至都让人感觉 少了一丝人的气息 想想也是 毕竟现在世道变了 根据以前的记忆 这外围的大院 都是用来接待客人 现在的江家 哪里还有客人 凌晨天立刻穿过外围 再次穿过一道院墙大门 来到江家那院 刚走进来 就看到两个人影 在走廊边走动 只听这两人一边走 一边聊着 哼 我们江家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 全都是因为那两个贱人 没错 若不是江雪和江白月母女俩 我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 都是因为江雪和道门的关系 连累我们家族 想当年我们家族是多么辉煌 就是因为这扫把星 害得我们江家到处不受待见 以至于落到现在的地步 我真想打死那两个贱人 现在奶奶已经说了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江白月那个小贱人 还不愿意嫁给男公家 那就将他们母女粮赶出去 哦 连狗窝都不给他们住了吗 哼 不能为家族创造价值 反而连累我们江家 他们还有资格住吗 也是 哈哈 那江白月也就是长得好一些 奶奶指望他 能与司马家联姻 改变家族现在的困境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 只怕早就将他们扫地出门了 哈哈 这两人一边走 一边抱怨着 一会儿 咱们见到那两个贱人 别给好脸色看 放心 我上去就给他一巴掌 让他知道他连狗都不如 两人提到这里 立刻大笑起来 然而 却在这时候 两人忽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 他们看到了凌晨天 草鞋 竹楼 破旧衣裳 凌晨天静静站在走廊边 挡住两人的去路 眼神看着天空之上的明月 你们江家之所以能够辉煌 甚至成为江南的四大家族 都是因为我师娘江雪 凌晨天淡淡看向两人 眼神如炬 若不是如此 哪里会有你们江家曾经的辉煌 你 两人纷纷后退 一男一女 女人一脸疑惑地看向 这如同鬼魅一般出现的凌晨天 你谁啊 男人则是脸上出现了惊恐 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道门 他身上穿的是道门的衣服 是道门鱼念 道门鱼念 凌晨天冷漠地看向两人 刚才从他们口中 听了师娘和月儿在江家的生活 心中本就有杀人性 此刻道门鱼念这四个字 更是让凌晨天有了杀人剑 道门剑指 已然并拢 一股杀气 以凌晨天为中心 弥漫开来 你 道门鱼念 你不要乱来 现在早已经不是十年前了 面对忽然出现的凌晨天 以及周围无形杀气带来的压迫感 男人立刻拉着女人 吓得连连后退 第五章 月夜已黑 利剑不昧 在无形杀气的压迫感之下 男人心中畏惧 立刻拉着女人后退 然而却在此刻 那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胆大 只见她 忽然甩开了男人的手 朝着男人骂骂咧咧地说道 没用的东西 一个道门鱼念而已 你怕她干什么 女人不满地 朝着男人大叫一声 不等男人解释 她立刻怒气冲冲地 走到凌晨天的面前 怒吼道 道门鱼念 你们道门早已经覆灭 你以为我还会叛你吗 听了这话 凌晨天的眼神 已经化作杀人刀 女人依旧不为所惧 她指着凌晨天的鼻子叫道 怎么 说你两句 你还不服气了 我就说 你是道门鱼念怎么了 你还得能把我怎么样不成 瞧你这垃圾啊 你还敢对我动手吗 你敢吗 什么垃圾道门 你们这群人 全都应该千刀万剐 我 不吃 不等着女人说完 一道见光 已然划过夜色 只见女人头颅直接离开脖子 飞出去十几米远 脖子上鲜血如注 我动你了 凌晨天淡淡看着女人的无头尸体 这突然的一幕 吓得旁边那位男人脸色苍白 一下子跌倒在地上 只见那男人急忙爬了起来 杀 杀人了 男人一边叫着 一边逃跑 很快又是一颗头颅飞向天空 这对男女的脑袋最终滚落在了一起 嘴巴还张着 似乎嘴里的话还没说完 也许是因为那利剑太快了 以至于他们的脑神经还在转动 但凌晨天已然拂袖而去 人心浮躁 世人痴魅 月夜已黑 利剑不昧 顺着走廊继续走了一段 转个弯来到一片漆黑黑的小院落前 记得这里曾经是江家 用来饲养宠物的地方 江家曾经的辉煌痕迹 依旧可见 但他们似乎早已经忘记了 他们是怎么成为四大家族的 外人欺负他们 他们就对内更加残酷 如此家族不衰落才怪了 还没走上几步 老远的就听到 远处一个亮着灯的屋子里 传来了声音 江雪 你还真以为 你还是曾经的贵妇啊 醒醒吧 你早就不是了 你的男人在盗门覆灭的时候 已经牺牲了 也就是看在你 还有点姿色的面子上 我这才帮着你 惊艳你 若是不从了我 我让你好看 不要 不要 我会叫人的 我再怎么落魄 我也是江家的人 你一个仆人 你怎么敢 很白痴 江家的人早就不把你当人看了 否则怎么会让你住这种地方 如今你在江家人眼中 连狗都不如 你从了我吧 就算叫破喉咙也没用的 老老实实的从了我 我还能对你好一点 不至于让你饿着了 哈哈 听着声音 凌晨天一脚 将屋门踹开 轰隆 屋门直接在凌晨天的脚下粉碎 目屑横飞 只见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男人 正在撕扯一个女人的衣服 正在打算强行的男人 立刻惊恐地回头 还没等他看清楚凌晨天的样子 凌晨天单手抓住这人的脑袋 卡扎一声 直接扭断 噗咚 男人倒下 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于这种人渣 哪里还需要浪费一秒钟的空气 这一幕很快 也就是寝客之间 以至于女人都还没缓过神来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女人正是凌晨天的师娘 姜雪 岁月居然没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 她还是如同十年之前的记忆中一样 还是那么美丽温柔 只是如今多了一些沧桑 多了一丝泪水 少了一丝微笑 噗咚 凌晨天立刻跪在姜雪面前 随后磕头 师娘 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你 姜雪似乎依旧还没回过神来 等到凌晨天磕头结束 抬起了头 姜雪脸上出现了一丝惊讶 她有些不敢相认 毕竟相隔十年 凌晨天和小时候虽然有些神似 但是变化也很大 你 你是 姜雪擦了擦脸上的眼泪 问道 看着如今的师娘 凌晨天忍不住心里一酸 男儿 也有柔情 师娘 我是凌晨天 陈天 姜雪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凌晨天 随后摸了摸凌晨天的脸 然后哭着一把 将凌晨天给抱住 晨天 对不起 师娘没有能力保护你 那场浩劫来临的时候 我被锁在了家里 我 呜 我对不起你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感觉到他那颤抖的身躯 凌晨天一阵心酸 男人 沙发果断 可也有泪水 一滴眼泪划过面旁 凌晨天小声道 师娘你 不用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师父临死之前 拼尽了全力让我活下来 我本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可却让你受了苦 孩子 说什么傻话呢 你还小 很多事情 哪里是 你能承受的 江雪泪水汪汪 哭成了泪人 你能活下来就好 活下来就好 你师父最疼你 对你比自己的女儿看得还重 他说 你是到门的希望 你能活下来 你师父在天之灵 一定会欣慰 这话 顿时让凌晨天 再次心里一酸 眼泪忍不住落下 人都是有感情的 凌晨天忍住心酸 认真的说道 师娘 我会光复道门 江雪安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 他立刻将凌晨天推开 目光里带着极其复杂的神情 最后说道 一 你不该再提道门这两个字 你知道这两个字有多危险吗 危险 凌晨天微微一笑 是很危险 不过不是对我 而是对那些 参与覆灭道门计划的人 孩子 你现在 江雪有些不敢置信的 看向凌晨天 见到江雪满脸的疑惑 凌晨天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挤出笑容 微笑道 师娘 我已经长大了 无须多言 一句长大了 已经可以道尽十年沧桑和痛苦 只见江雪眼神复杂 随后说道 长大了 是啊 你长大了 你 你不再是那个玩泥巴玩脏了 怕被师父责罚 来找师娘哭鼻子的小晨天 你 呜呜呜 江雪再次哭着 他已经说不下去了 这十年来 太多的泪水和思念 太多的痛苦和回忆 太多太多了 这哪里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 却在这时候 屋外忽然传来一阵大叫 发生了什么 怎么回事 伴随着叫声 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 她带着两个青年走了进来 女人看了看屋内的江雪和凌晨天 她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立刻尖叫道 道门鱼孽 她不是道门鱼孽 她是小晨天 江雪立刻站了起来 本能的就将凌晨天保护在身后 然而 门外那女人可不管这一切 她立刻呲牙咧嘴地叫道 没想到这道门的小杂种 居然在那场浩劫之中活下来 女人眼神里出现狠毒之色 也好将她拿下 然后死死地折磨 也好让外人知道 我们江家与道门断绝关系的决心 第六章 没有人可以欺负师娘 随着女人的号令 她身后的两个青年 立刻上前准备动手 可是江雪立刻展开了手臂 将凌晨天保护在身后 然后看着那位五十多岁的女人 求情道 大嫂 求求你了 不要伤害小晨天 呸 不等江雪说完 女人立刻呸了一声 冷声道 你给我住口 你没资格叫我大嫂 江雪愣住了 很是害怕着女人 只见这五十多岁的老女人 她一脸尖酸刻薄的样子 看着江雪 言道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你自己什么样 还有脸叫我大嫂 若不是你女儿有点姿色 被男公家族的少公子看上 像你们这样毫无利用价值 还连累了家族的人 早就不配待在我们江家了 面对这绝情的话语 江雪哭着 说道 大嫂 我 我都说了 不要叫我大嫂了 女人立刻一脸嫌弃的怒道 你叫我大嫂 我都觉得呕心 再敢叫我大嫂 我立刻刺烂你的嘴 听到了没有 面对如此无情的话语 江雪顿时哭花了脸 寄人篱下 毫无尊严 这就是这些年来 她的生活 哭什么哭 哭就有用了吗 尖酸刻薄的女人 一脸冷漠地叫道 再哭 我抽你的嘴 说着 这女人立刻朝着 江雪一巴掌呼来 然而 下一刻 一道剑光划过 扑斥 女人的手掌停在了半空 她一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凌晨天 她张着嘴 想要说话 却好似喉咙被卡住了 仔细看去 只见女人的脖子上 有一条细细的血线 骂我可以 但没有人可以欺负我师娘 凌晨天收了剑指 淡淡说道 嗚嗚 一阵风吹来 扑洞 女人的脑袋从脖子上掉落 这一刻 空气仿佛都安静了 旁边的两个青年 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 杀人了 就连江雪也都看呆了 怎么会 小陈天 你 你太冲动了 师娘 我已经长大了 现在轮到我保护你了 凌晨天说道 可是你 江雪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凌晨天自然 也看出了师娘眼神里的怪罪之意 言道 师娘 当年我到门就是因为软弱 让世人以为到门好欺负 这才惨遭算尽灭门 我绝不会让那一幕再度重演 我要保护你和月儿 绝不再让你们受苦 这话 让江雪未知一颤 她就算再怎么坚强 也还是个女人 她也需要人来保护 如今 那个能保护她的男人 似乎已经出现了 再度看向凌晨天 一时间江雪眼泪汪汪 情绪很复杂 还没等江雪说什么 却在这时候 旁边的两位青年 他们缓过神来 立刻叫道 道门于孽 她太胆大妄为了 学杀江家的人 道门于孽全都该死 两人一个个的争鸣地叫着 听到这叫声 凌晨天故不上和江雪多说 眼神朝着两人看去 只见这两人一边骂着 一边夺门逃 快跑 将事情告诉大伯 他死定了 准确地说 江雪和江白月也都是道门于孽 有了这件事 他们全都得死 两人跑得飞快 眨眼睛已经混入了黑夜之中 凌晨天正打算追出去 然而 手却被江雪给拉住了 陈天 不要再追了 你太冲动了 你怎么能这么鲁莽行事 鲁莽吗 凌晨天转身 看向江雪 他 看着见没心目的凌晨天 江雪语气顿了一下 他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尸体 言道 他毕竟是我大嫂 你怎么可以这么胡来 大嫂 凌晨天摇头道 他可不这么认为吧 江雪沉默 一股心酸和泪水涌现而出 带着哭腔 嘴里支支吾吾地说道 就算他再怎么尖酸刻薄 可他毕竟还是江家的人 你 你不应该这么做 孩子 答应师娘 不要再这么冲动鲁莽了 好吗 凌晨天点头道 师娘提出的要求 我自然可以全部答应 不过 江雪脸上出现了一丝腥味 不过什么 凌晨天摇头道 这一路所见所闻 我已经很清楚 你和月儿在江家县 再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若不是因为要将月儿嫁给南宫家族 你们只怕会更惨吧 更惨 江雪默默地重复了这两个字 随后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立刻说道 对了 月儿 我们赶紧去找月儿吧 月儿他绝不会想嫁给南宫家的 江雪一下子将凌晨天的手给抓紧 带着哭腔说道 为了月儿 我们得离开这里 你会带我和月儿离开这里的 是吗 当然了 师娘 凌晨天点头 既然江家已经如此糟乱 那确实没有让江雪和江白月 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江雪立刻拉着凌晨天就走 走 我们去找月儿 我们带着月儿 一起离开 嗯 凌晨天点头 跟着江雪一起走 一想到江白月 就想到小时候 那时候 自己和江白月都很顽皮 可没少惹祸 玩尼巴 玩过家家都是小事 还记得 有一次两人合谋 将到门一位长辈的胡子 都给烧了 那可是人家留了几十年的胡子 在睡梦之中被烧了 怎么能不愤怒 那位长辈立刻将凌晨天和江白月 一顿鞭打 还找长较告状 为此 凌晨天和江白月可惨了 一想到小时候 和江白月的那些胡作非为 凌晨天微微一笑 真的很想再见到月儿 尤其是道门覆灭 凌晨天一个人 在道门崖底下的时候 每当孤独的时候 都会想到和江白月 一起胡作非为的时光 也只有那些糊涂事 才能给孤独的生活 带来些许欣慰 如今 终于可以再次见到她了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会不会已经是一个大美女了 很快 凌晨天跟着江雪 来到一个屋子前 看到一个人影在其中 好似趴在桌子上写字的样子 一想到可以见到江白月了 凌晨天心里 有些小激动 江雪则是立刻前去敲门 可是里面却没有回应 月儿 开门啊 是我 江雪皱着眉头叫着 可是江雪连续叫了几声 里面依旧没有回应 透过玻璃看去 只见到屋子里的人影 一动也不动 正常人怎么会一动不动呢 难道 立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涌上了心头 江雪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妙 很是担忧地说道 陈天 月儿他该不会 不会 月儿绝不是那种自寻短见的人 凌晨天肯定地说了一句 也不管那么多了 立刻砸碎玻璃 呼吱一声 整个人冲入了屋子里 眼前一幕 直接让凌晨天无语了 第七章 宽厚人得无为而为 来到屋内 凌晨天顿时有些无语了 只见他趴在桌子上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件衣服里面 塞了两个枕头 组合在一起 从外面看起来 好似有个人正在桌子前的样子 月儿还是那么多鬼点子 凌晨天无语一笑 这时候 外面传来江雪焦急的声音 陈天 怎么样了 凌晨天立刻开门 江雪走进来 看了看这场景 苦笑着摇了摇头 看来月儿是偷跑出去了 凌晨天跟着点头 月儿小时候就聪明伶俐 从不吃亏 江家的人想要让月儿 做他不愿意的事情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江雪倒是没说什么 走到桌子前看了看 只见桌子上有一张白纸 白纸上画了一个箭头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 江雪似乎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随后他顺着箭头的位置 打开了旁边的衣橱 翻开一些衣服 里面居然有一个暗格 打开 里面出现了一张 江白约的留言纸条 妈 只有你才能知道 这个暗格所在 也只有你才能看得懂箭头的意思 所以 我很确定 你能看到我的留言 而当你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 我劝你多次 让你和我一起离开 这无情无义的江家 可你不愿意听我的 我知道 你是担心从小没受过苦的我 去了外面会无法生存 所以 我决定 自己先溜走 这样 你就必须跟着我的离开 妈 我会在老地方等你 你知道那地方的 我们一起离开江家 我们会有办法生存的 我知道 你还是有很多顾虑 可我很清楚地告诉你 就算我在外面生活得很落魄 我也绝不会 嫁给南宫家族的那位少公子 而且 我一直相信 凌晨天还活着 我会去找他 他一定还活着 小时候 我和他一起玩过家家游戏 我做妻子 他做我老公 他曾答应我 让我一辈子负责开心快乐 而他则是用一辈子来负责 让我开心快乐 我们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当我找到凌晨天之后 我要让他兑先诺言 还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偷听你和爸爸说话 你们也说我 和凌晨天是两小无猜 以后是天生一对 不是吗 当然 如果凌晨天敢不认账 我也不怕 他不认账的话 我就将他小时候 偷看师娘洗澡的事情 公之于众 看他以后怎么见人 妈 不多说了 老地方等你 看到信件里的留言 凌晨天小脸一黑 果然 月儿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 那么的纯真 说话毫无顾忌 月儿没变 不过 偷看师娘洗澡这件事 虽然是小时候 懵懂无知的糊涂事 可眼下 当着的师娘的面 这多尴尬 凌晨天很是无语 悄悄地看了看江雪 只见江雪果然有些脸色微红 也看向了凌晨天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凌晨天立刻心虚了 赶紧解释道 师娘 那一次可不怪我 是月儿 都怪她 是她带着我偷看的 那一次她也偷看你洗澡了 江雪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过去的种种美好 是那么温馨 可惜现在再也回不去了 师娘 你不会怪我吧 凌晨天赶紧小心翼翼地问道 傻孩子 你那时候才几岁啊 江雪温柔一笑 随后言道 我不会怪你的 我想说的是 既然月儿这丫头已经走了 你也回来了 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 我们走吧 离开江家 我们一起去找月儿 嗯 凌晨天赶紧点头 同时心中也松了口气 两人打算立刻离开 可就在两人正要出门的时候 只见外面呼啦啦地走过来一大群人 人群之中 有人指着凌晨天吼道 果然在这里 大家快来 盗门余孽就在这 很快 人群聚集 将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盗门余孽 你往哪里跑 快点将其拿下 人群一个个地吼叫起来 接着 有人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 这是一位年约六十来岁的男人 国字脸 下巴上很多的胡渣子 看起来很是威严 这人正是江家的长子 江伯义 只见江伯义背负双手 眼神冰冷地看着凌晨天 最后将目光看向江雪 言道 江雪 我的好妹妹 你居然还在勾结盗门余孽 难道你害得我们江家还不够惨吗 大哥 你听我解释 江雪立刻上前 想要解释 住口 江伯义立刻怒斥 冷声道 你勾结这个盗门余孽 闯入我们江家 连杀树人 甚至连你大嫂都被杀了 你还有脸叫我大哥 江雪先是忧愿地看了看凌晨天 随后看向江伯义说道 大哥 我 闭嘴 江伯义冷声道 实话和你说 早在五年前 江家就已经将你的名字 从族谱上除掉 你早已经不是江家的人 你现在根本没资格叫我大哥了 若不是南宫家族的少公子 看上了你女儿江白月 你们母女两早 就被赶出家门 这薄情无意的话 顿时让江雪心中彻底冰凉 他身体颤抖 沉默了片刻 随后抬起头来 说道 既然如此 我离开江家便是 陈天 我们走 江雪拉着凌晨天的手 打算离开 可是周围一群人围着 没有人打算让路 江伯义冷声笑道 还想走 你勾结盗门余念 犯下如此大错 还想要一走了之 你觉得可能吗 这话顿时让江雪紧张起来 他将凌晨天的手 握得紧紧的 师娘 感受到江雪的紧张 凌晨天说道 不用怕他们 谁敢动手 我杀了他们 孩子 江雪听到杀这个字 变得更加的紧张了 说道 你别忘了 你刚才答应过我 做事不要冲动 这些人不讲理 没必要忍让 你师父曾经说过 宽厚仁德是道门的处事之道 无为而为是道门的治天下之道 你也得学会这些 将来才可以步入更高的境界 终有一天 你会成为你师父那样的人 江雪带着一丝期许说道 凌晨天再次皱眉 道门的有些东西 根本不对 就是因为宽厚仁德无为而为 道门才会被人算计 惨遭灭门 对的东西 需要发扬光大 可错了 也得承认错误 第八章 仇恨无将千军万马又如何 道门 也不完全是对的 师娘 凌晨天幕中出现了杀意 言道 道门和师父 也有错的时候 有些东西对 可有些 我觉得不对 感觉到凌晨天身上的杀意 江雪急忙说道 孩子 道门的文化博大精深 绝不是你现在理解的恩怨仇杀 你师父也不会希望 看到你变成这样的 我不管 凌晨天大吼一声 吓得江雪颤抖 随后 凌晨天将目光 看向这些拦住去路的人群 冷冷说道 我小时候亲眼目睹 道门被那些仇家灭门 以至于我没时间 也没有机会去了解 道门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我知识浅薄 可有一点我很清楚 那就是 谁对我好 我要双倍奉还 可谁要是对我坏 那我就得让他付出百倍 千倍 万倍的代价 说完这话 凌晨天再次上前一步 面对周围拦住去路的众人 气势丝毫不弱 仇怨无将 千军万马又如何 挡我者 死 伴随着声音 一股恐怖的杀气 弥漫开来 简单的一句话 里面蕴含着多年来 无数个日夜的仇恨 这枚仇恨种子 在凌晨天幼年时种下 伴随着无数个孤独的日夜 不断壮大 如今 他已经犹如实质 让人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股可怕的气势 人群都被这股气势震慑 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的灵魂 跟着颤抖了一下 不自觉地开始后退 就连站在最前面的江博义 他一时眉头紧皱 脚后跟颤抖 微微后退了一小步 倒门余孽 好大的胆子 你还真以为 我们哪里没办法吗 江霸何在 大伯 我在这 人群之中 一位身高接近两米 浑身壮硕肌肉的青年走了出来 这人一走出来 其强大的体魄 立刻给人一种可怕的压迫感 此人正是江家最能打的子孙 江霸 江霸一出现 好似能给江家 所有人带来力量 让他们不再那么害怕凌晨天 因为江霸 也是江家的自豪 江家最能打的 他那强壮的体格 普通人见了 根本不用动手 就已经被吓破了胆 哪里还敢挑战 江伯一看了看江霸 随后傲然一笑 言道 盗门余孽 纵然你有再大的本事 你也是孤身一人 你逃不掉 哼 面对江霸 凌晨天一然不惧 土鸡娃狗之辈 来了也是送死 狂妄无知 江伯一大怒 他知道眼前的凌晨天很狂 可没有想到会这么狂 江霸 给我将这个盗门余孽弄死 脑袋悬挂于江家大门之上 是 看向凌晨天 他那强壮的体魄 以及浑身爆炸的肌肉 叫人看着都觉得害怕 甚至毫不怀疑 他真的可以一拳打死一头牛 小子 你是第一个 敢与我正面硬刚 而不耸的人 江霸冷傲地看向凌晨天说道 你这样的弱者 说话口气 为什么这么大 凌晨天咒没到 很好 你是第一个敢如此挑衅我的人 我会让你死得痛快 江霸眼神冰冷 立刻举起了拳头 胳膊上的肌肉 线条分明 给人一种很强的视觉冲击感 而凌晨天则 是相对瘦辱 和江霸比较起来 那就如同小孩子和成年人一般 可以随意拿捏 这种反差是巨大的 所有人都在冷笑 他们都很确定 只要江霸一拳都砸下去 凌晨天非死即伤 不要 大叫声传来 随后江雪猛地就冲到了凌晨天和江霸的中间 他展开了双臂 死死地将凌晨天保护在身后 看着江霸说道 江霸 陈天这么瘦辱 怎么可能打得过你呢 你就给我一面子 饶了他一次吧 混账 你算什么东西 江霸冷凹地叫道 给我滚开 否则我连你一起打 江霸 我可是你的长辈 江雪说道 我管你什么长辈 你根本就不配 立刻给我让开 江霸怒吼道 江雪眼看着对方如此绝情 万般无奈之下 他立刻看向了江薄义 此刻江雪很清楚 只有江薄义才能让江霸听话 当即江雪肯求道 大哥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让江霸停手 哼 江薄义冷笑道 不可能停手的 这道门余孽罪该万死 不过 你如果能够让你女儿 答应嫁给南公家 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 不可能 不等江雪回复 凌晨天立刻叫道 啪 下一刻 江雪反手就给了凌晨天一巴掌 凌晨天微微皱眉 师娘这一巴掌虽然不重 可是他却很严肃 你还想活下去 就给我住嘴 江雪严肃地说道 师娘 凌晨天皱眉 住嘴 你难道连师娘的话 都不愿意听了吗 你难道要违抗师娘的命令 江雪严肃地说道 可是我们没必要怕他们 凌晨天微屈道 你要是再这么说 你可以走了 我再也不是你师娘 江雪怒道 这话如同晴天霹雳 杀人不过头点地 可是师娘和月儿 那可是唯一的亲人了 对于凌晨天而言 没什么比他们更重要 师娘 我听你的 凌晨天只好点头 江雪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随后他转身 看向江伯义 说道 月儿已经离家出走了 什么 江伯义听了这话 顿时大吃一惊 居然比死了老婆还要惊讶 之所以这样 那是因为 现在江家的情况 已经负债累累 处于破产的边缘 急需要和有实力的家族联姻 以此来换取生存空间 因此 这次和南宫家族的联姻 直接关系到整个江家的命运 至于老婆 没了再话 浙江博义的名面上 老婆只有一个 可是私下里 那些小二小三 小五小六 女大学生 空姐什么的 多了去了了 死生子都有好几个 只要你愿意放了凌晨天一命 我愿意将月儿找回来 并且劝说她 嫁给南宫家的少公子 江雪握着拳头说道 听了这话 凌晨天心里一酸 师娘居然为了自己 甘愿做到这个地步 绝不能失去了师娘 当即 凌晨天只好不说什么 而对面的江博义 她则是一番权衡 随后看向江雪 冷冷说道 你确定 我确定 江雪握着拳头说道 很好 江博义冷笑一声 对着江霸挥了挥手 示意江霸退下 言道 看来这个道门余孽的小命 还是有些用处的 而江霸则是有些不甘心的问道 就这么放了道门的小杂种了 第九章 心狠手辣 面对江霸的挑衅 凌晨天此刻根本没心思搭理 目光里只有温柔的师娘将雪 师娘为了保护自己 居然做到了这一步 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比师娘更伟大了 而江霸的嚣张声音再次传来 我是真没想到 道门的人居然混到需要靠女人 来保护的地步了 道门不过如此 住嘴 一边去 只见江伯义呵斥了一声 让江霸到一边去 随后他走到江雪身边 一改常态地笑道 我的好妹妹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不过在你做到之前 这个道门余孽必须得留在江家 直到月儿嫁给南宫家为止 可你也要保证 事成之后 放了凌晨天 江雪说道 放心吧 我会放了他的 江伯义笑了笑 他笑得很不自然 让人感觉这笑容很阴险 江雪自然也察觉到了 可是 他也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余地 只能是暂时这么办了 就在两人准备将事情 就这么定下的时候 旁边传来了一道声音 奶奶来了 只见人群立刻让开一条道 一位手持龙头拐杖的白发老太 她在一位年轻女人的搀扶之下 板着一张脸 走了过来 这位老太 正是江家真正的主人 江伯义的母亲 已经九十多岁 可依旧是大权在握 控制着江家的经济命脉 江家所有人 都得看江老太的脸色吃饭 妈 您怎么来了 江伯义立刻恭敬地 走到江老太的身边 哼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还能睡得着吗 江老太冷哼道 这 江伯义很是畏惧江老太 说道 妈 您身子不好 这么晚了 我也是怕打扰了您 算你还有点孝心 江老太淡淡说了一声 随后目光转向凌晨天 言道 这小子 就是那道门鱼孽 是的 旁边的人立刻答应道 江老立刻上下看了看凌晨天 随后好似看到了一条死鱼一样 也不愿意多看一眼了 说道 都愣着干什么 道门的鱼孽必须铲除 我江家再也不能和道门 扯上一丁点的关系 立刻堕了 江老太一句话 足见其心狠手辣 不过周围并没有人敢说什么 之前那位有些不甘心的江爸 他立刻站了出来 笑道 还是奶奶有气魄 对待这种道门的小杂种 就不应该谈什么条件 理应直接堕了喂狗 奶奶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 去吧 江老太随意地挥了挥手 准备转身离开 却在这时候 江雪立刻哭着 走到江老太的面前 求饶道 妈 求您了 凌晨天 他也是可怜的孩子 您 您就饶了他吧 闭嘴 啪 江老太直接一巴掌 打在了江雪的脸上 一脸嫌弃的怒吼道 你没资格在我面前求情 搀扶着江老太的年轻女人 名叫江琴 他也跟着嘚瑟地说道 江雪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 你算什么东西 还有脸甜不知耻地 来到奶奶面前 喂到门的鱼孽求情 江雪 也不与这年轻人计较 只见他扑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求情道 妈 不管你怨恨我也好 又或者觉得 是我连累的江家也好 您对我怎么刻薄都可以 我只求您 放了凌晨天吧 他是我丈夫最喜爱的弟子了 他是盗门唯一的希望 求您了 您就放了他吧 江老太听了这话 立刻勃然大怒 将龙头拐杖 重重地敲打在地板上 怒斥道 江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扫把心 我真该一拐杖打死你 免得你继续连累江家 妈 就算你打死我 我也求您 求您放了凌晨天 江雪颤抖着说道 该死 江老太被气得直跺脚 拿着拐杖 直接一下子打在了江雪的后背上 砰的一声 很重 丝毫不留情 江雪则是硬扛着疼痛 咬着牙说道 妈 求您了 我刚和大哥达成了协议 只要你们放了凌晨天 我就会将月儿找回来 说服月儿嫁给男公家 求您了 协议 江老太满脸的皱纹 侧目看了看旁边的大儿子江博义 江博义则是赶紧说道 妈 是这样的 逆子 江老太的呵斥 顿时让江博义颤抖了一下 只见江老太一脸不满地叫道 你身为我江家的长子 竟没有一点骨气和手段 连这么点事情都办不好 居然还要向他们妥协 和他们达成协议 你这样没用 教我百年之后 怎么才能放心的 将江家叫给你掌管 妈 我 江博义脸色变了变 看得出来 他确实很害怕江老太 他赶紧解释道 妈 您是误会我了 我不是软弱没用 其实达成协议 只是我的缓兵之计而已 缓兵之计 江老太问道 妈 那江白月死活都不答应 嫁给南公家 这您是知道的 而且 他是南公家要的人 我也不能伤了他 所以 我只好退而求其次 让江雪帮忙 劝服江白月 江博义眼神里 出现一丝阴狠毒辣 等到事成之后 我虽然答应放了凌晨天 可那 只是我不会对凌晨天出手 我不能保证家族里的其他人 会饶了凌晨天啊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江老太听了 这才颇为满意 江博义则是满脸的羡慕 说道 妈 作为您的儿子 我怎么会没有一点城府和手段呢 很好 江老太点了点头 说道 你有这样的心机 确实不错 但是作为江家的长子 家族未来的掌控人 有时候手段的毒辣一点 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想要让这对母女两屈服 你得有多种手段 而不是一味的玩心机 是 妈妈教训的是 我记住了 江博义赶紧恭敬的乘势 而此刻 江雪则是一脸 惊讶地看着江博义 大哥 你居然是想骗我 骗你又怎么了 江博义不敢辜负老太太的期待 他知道 老太太在家中 之所以威望极高 就是以强硬和毒辣的手段著称 想要成为他的接班人 就必须也是如此 当即 江博义立刻凶狠地看向江雪 眼神冰冷地说道 我利用你 也不是一次两次的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 让你劝说江白月嫁给南公家 这是我最后一次利用你了 江雪顿时觉得浑身无力 他所有的幻想毁于一旦 家族竟如此无情 豪门世家的无情 和对待自己人的残忍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怎么 得知真相 不高兴吗 江博义残忍地笑了笑 言道 就算你不高兴 就算你不愿意配合 我也有的是手段 对付你们母女俩 比如 将你和狗关在一个笼子里 然后狠狠地折磨你 我就不信了 你那个宝贝女儿 看着你受苦 还不老老实实地嫁给南公家 第十章 怒善江老太 面对着无情无义的江家 江雪彻底的绝望 她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无权无势 也没有靠山 在江家 她卑微至极 一股无力感席卷全身 面对着不公平 她什么也做不了 哪怕是愿意主动牺牲 来换取凌晨天的安全 都做不到 而此刻 周围这群江家的人 他们见到江雪彻底绝望 一个个的脸上 带着嘲讽和冷笑 就在这时候 江老太淡淡地说道 江雪 如果你不想被关入狗笼子里 现在我可以再给一次机会 江雪带着泪水 看向江老太 只见江老太冷漠无情地说道 你亲自动手 杀了这个盗门余孽 只要你愿意这么做 并且乖乖地配合 将你女儿嫁给男公家 我也可以赏你一口饭吃 我 面对着无情的要求 江雪泪水汪汪 摇了摇头说道 我 我做不到 我 废物 江老太大怒 立刻上前一巴掌 打在了江雪的脸上 怒吼道 就这么点小事 你都做不到吗 看来 你心里始终是牵挂着那些盗门余孽 简直该死 江老太说完 再次一巴掌 朝着江雪打来 啪 巴掌声传来 只见江雪闭着眼睛 并没有被打中 相反 那准备打江雪的老太 他一个亮枪 随后捂着脸 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 是凌晨天出手了 老妖婆 凌晨天大怒 早就受够了这无情的疆架 老妖婆 你敢对我师娘出手 看我怎么收拾你 凌晨天也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一巴掌一巴掌地 朝着江老太的脸上猛抽 啪啪啪 老妖婆 臭妖婆 丑妖婆 一连串的巴掌 直接打在了江老太的脸上 左右开弓 力道十足 几巴掌下来 江老太的老脸 被打得全都是巴掌印 好几颗牙齿 都被打飞出去 然而凌晨天根本不停手 继续对着江老太的脸猛抽 啪啪啪 又是接连十几巴掌 江老太被打得满嘴的血 牙齿都掉光了 周围一群人 这才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 一个个冲来 然而 等到他们冲到了江老太的身边 凌晨天的身影 好似凭空消失了一样 直接消失在原地 奶奶 您没事吧 妈 你怎么样 这该死的盗门余孽 居然敢动手 找死 一群人急忙簇拥着倒下去的江老太 此刻的江老太 哪里还有半分的威严 早已经被凌晨天打得狼狈不堪 而此刻 凌晨天已经来到了江雪的面前 将江雪扶了起来 帮着江雪擦了擦眼泪 言道 师娘 不哭了 这样无情的江家 不值得你哭 我们走 江雪这才从震惊之中缓过神来 在江家 江老太就是神 就是所有人的天 从来没有任何人敢于挑战江老太的权威 更别说今天这样的事情 这颠覆了江雪的一切思维 原来江老太也会有被人打脸的一天吗 江雪咽下一口口水 本能地说道 凌晨天 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起师娘 我没能听你的话 凌晨天低下头 你 江雪语色 他很想要骂凌晨天一顿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凌晨天猛抽江老太脸的那一瞬间 他心里有一些爽快的感觉 江雪皱眉 我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凌晨天此刻 可不知道江雪的心思 低头认错道 对不起师娘 我没能听你的话 我还是出手了 但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了 师娘如果非要责罚我 等离开再说吧 我们现在就离开江家 嗯 江雪点了点头 凌晨天立刻牵着江雪的手 打算带着江雪离开 可却在这时候 后方的人群已经围了过来 盗门的小杂种 你居然敢如此嚣张 简直最该万死 小杂种 你别想跑 今天必死无疑 还有江雪 必须将他关进狗笼子里 他和盗门余孽是一伙的 最该万死 人群一个个愤怒的向前 将凌晨天和江雪 给团团包围住 这时候 江博义的叫声也跟着传来 先将那个盗门余孽拿下 听后母亲处置 是 立刻有人朝着凌晨天冲了过来 冲在最前头的一人 手中拿着一块砖头 朝着凌晨天的脑袋 拍来 猙獰的叫道 盗门的小杂种 看我弄不死你 碰 凌晨天直接一脚 将此人给踢飞出去 随后一个转身 双手各自按在了一个脑袋上 左右手各自开弓 直接将冲过来的另外两人脖子一扭 卡扎 卡扎 干净利索 简单粗暴 毫无违和感 两人直接倒地 死 倒吸一口凉气 能不怕吗 瞬间毙命三人 世人就会怕死 而这凌晨天出手就是杀招 绝不会拖泥带水 谁不怕呢 废物 废物 远处传来了江老太的叫声 这么多人 还拿不下一个盗门淤涅吗 你们全都是废物 江老太的怒吼声 让众人左右为难 这时候 江爸站了出来 带着自信的笑容 奶奶 让我来吧 快去 记住不要弄死了他 我要让这盗门淤涅 生不如死 江老太满脸怨恨地叫道 放心吧 我出手绝对没问题 江爸自信一笑 随后走出人群 将拳头捏得卡扎卡扎地响 言道 废物们 全都给我退下 看我怎么降服这道门的小杂种 人们立刻后退 让出一定的空间 江爸那接近两米的身高 以及浑身壮瘦的肌肉 确实叫人觉得很有压迫感 他站出来的一瞬间 江家的人 似乎全都有了自信心 江雪看着江爸走来 心里特别的害怕 他颤抖着拉着凌晨天 说道 晨天 快走 这江爸从小就天生神力 连职业拳击手都扛不住他的拳头 你快走 我来挡住他 你不是他对手 师娘 你太小瞧我了 凌晨天微微一笑 这种土鸡娃狗 还入不了我的眼 话语间 凌晨天身上 散发出一股极强的气场 这股气场 给人一种安全感 以至于江雪想要说的话 到了嘴边 无法发出声音 而对面 江爸则是眼神一冷 看着凌晨天冷冷说道 小杂种 你的口气倒是不小 是你太弱了 凌晨天放下江雪的手 向前两步走到江爸的面前 两人的身高体型 全都相差巨大 可是凌晨天的气势 却丝毫不舒 好 很好 我让你嘴硬 一会儿 我让你哭着叫爸爸 江爸眼神里闪过一丝力气 随后猛的一拳 朝着凌晨天的脑袋打来 第十一章 隐居十年 出山无敌 四万六千一百九十四 自作孽不可活 这江爸一拳打出 势大力尘 好似猛兽出笼一般 带着恐怖的气势 周围江家的人 全都跟着自信的笑了 而江雪 则是吓得捂住了双眼 等到江爸的拳头 来到凌晨天的面前 凌晨天不慌不忙 伸出左手 用巴掌一包 直接将江爸的拳头 握在了手心中 使得江爸的拳头 不能前进分毫 怎么可能 周围人群 顿时被惊讶到了 他居然挡住了江爸的拳头 不可思议 他看起来明明很瘦弱 怎么可能挡得住江爸的拳头 要知道 江爸曾经测试过 他一拳 能打住200公斤力道 他居然挡住了 我记得上次那名职业拳击手 也挡不住江爸的拳头 被江爸一个回合就KO了 他那么瘦弱 是怎么做得到的 人群一个个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江雪也睁开了双眼 看了看前方 顿时也被凌晨天惊讶到了 一开始 他本能地就认为 凌晨天不可能挡得住江爸的拳头 可 现实往往不如人们想象 而此刻 感受最深的 自然是江爸自己了 他此刻脸色通红 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可是拳头就这么 被凌晨天单手包着 不能前进分后 更可怕的是 江爸此刻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拳头被凌晨天抓着 就好似感觉陷入了无边的泥潭 纵然有无限的力气 可是完全发挥不出来 怎么会这样 江爸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凌晨天 小杂种 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 并不是妖术 凌晨天手上一用力 直接将江爸的拳头扳弯 而是纯粹的力量远胜于你 不可能 江爸争鸣地大叫起来 浑身力气爆发 可却是依旧无法撼动凌晨天分好 正如同我所言 你太弱了 凌晨天好似都没用力气一样 轻松自如地说道 道门力浮 搬山填海 你这么点力气 就是那沧海一速 道门力浮 江爸一脸不敢相信地 重复了这四个字 随后 他干脆放弃了和凌晨天比拼力气 用另一只手 悄悄在口袋里 摸出一把匕首 猛地朝着凌晨天刺去 发动了偷袭 虽然这样做圣之不武 可 只要能赢就行 人们只会记住赢的人 谁会在乎 卑鄙不卑鄙的事情 偷袭只是一瞬间 不过在凌晨天眼里 这是很缓慢的 当即 凌晨天右手一弹 手指准确无误地击打在匕首上 当 伴随着清脆的声响 只见这把纯钢制作的匕首 居然粉碎开来 怎么可能 江爸彻底傻眼了 这可是纯钢制作的匕首 怎么可能被轻轻一弹 就碎掉了 你太弱了 凌晨天冷漠一句 随后不给江爸继续震惊的机会 左手一用力 卡扎一声 江爸的拳头 直接被捏得粉碎 啊 江爸惨叫起来 盗门小杂种 你快放手 若不是师娘 你早就是个死人 凌晨天眼神里 蹦射出杀机 言道 如今 你一再侮辱盗门 杀无赦 下一刻 凌晨天拳头轮动 那时大力全的拳头横扫而来 恐怖的力道 带起一阵轰隆声 好似雷鸣 传说武道高手 修炼到极致 一拳打出雷鸣大作 碰 一拳打在江爸的脑袋上 江爸的脑袋直接炸开 化为一团血舞 伴随着无头尸体轰然倒地 周围一群人 全都吓得脸色苍白 不断后退 凌晨天担担摇了摇头 对不起了师娘 我还是没能听你的话 我做不到 下一刻 凌晨天那如利剑出翘一般的眼神 朝着江老太 以及江博义等人看去 此刻 这些人哪里还有半点的傲气 一个个被吓得不知所措 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该你们了 凌晨天冷漠一笑 就算师娘最后不认我了 今天我也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这话 好似雷霆乍响 在每个人的耳朵里轰鸣 江老太和江博义等人 吓得脸色苍白 只觉得这凌晨天好似魔神降临 太可怕了 没有人可以挡得住这个魔神 原本江雪倒是可以勉强压制 可现在被他们自己弄没了 都是自作孽不可活 自作自受 不不不 凌晨天 你 不要乱来 这里可是江家 江博义下的连连后退 颤抖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这里是江家 凌晨天淡淡说道 脚步向前 他的每一步都让对方心惊胆战 因为这是真正的死神 他真的敢杀所有人 而且绝不会眨眼 你 你 你怕不是有什么误会吧 要不 我们 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没什么问题 是不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 江博义连连后退 协商 凌晨天淡然一笑 之前我侍娘与你们协商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做的 你还有资格与我协商吗 江博义顿时下的魂飞魄散 在死神面前 他可不管一切了 眼见凌晨天还在靠近 江博义一下子将江老太推了出来 叫道 都怪他 都怪这老不死的 冤有投债有主 你要算账就找他好了 江老太万分的惊恐 心里又惊又怒 他没有想到 自己会成为儿子的挡箭牌 但此刻 生死关头 谁还能管得了那么多 江老太也没有任何时间考虑 扑动 江老太不顾老脸 直接跪在了地上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说道 我 我错了 可我毕竟是江雪的母亲 你难道要杀了我 可笑 凌晨天走到江老太面前 停下脚步 你哪有资格做江雪的母亲 你也不看看 你之前是什么态度 你之前已经不认江雪做女儿了 这 江老太心里大惊 一开始 我确实打算听师娘的 可现在 是你们自己不认我师娘了 我师娘早已经和你们没关系 所以 你得以死谢罪 凌晨天冷漠地看向江老太 江老太被吓破了胆 哪里还有曾经的体面 他眼珠子一转 立刻可怜兮兮地趴在地上 准备爬到江雪面前认错 因为他很清楚 此刻谁也挡不住这杀神 唯有江雪 也只有江雪可以救他一条老命 碰 还没等江老太爬出一米远 凌晨天一脚踩在了江老太的后背上 噗 一口鲜血 从江老太嘴里咳出 第十二章 师娘也罢气 噗 江老太被凌晨天一脚踩 在后背上 猛地咳出一口血 可是为了活下去 他似乎有无限的力气 依旧在往前爬 很快他上气不接下气 实在爬不动了 拼命地朝着江雪伸出手 颤抖地说道 女 女儿 我是你母亲 我错了 我向你认错来了 不仅是江老太 其他也反应过来 江雪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 江博弈等人 也都一个个地跪在了江雪面前 呼啦啦 江家的人跪倒一片 全都看着江雪 可怜巴巴的 祈求原谅 这一幕 多么可笑 多么讽刺 之前他们是什么嘴脸 现在又是一副什么嘴脸 需要的时候就是亲人 不需要的时候 连狗都不如 到我们手底下 竟是这般甜不知耻的东西 怎能不灭亡 看着这群家伙 凌晨天心中怒火再次攀升 手指并拢 剑指已然救绪 没有人可以救你吗 凌晨天立刻举起手 手指之上的剑气 已然形成一把利剑 眼见着利剑悬于头顶 那将老太用尽力气 朝着江雪吼道 江雪 我的女儿 就算我再怎么不是东西 你也是我的女儿 你难道这么残忍吗 这话顿时触动了江雪 江雪立刻吼道 陈天 师娘 凌晨天看向江雪 放了他们吧 江雪恳求道 对不起师娘 我不想听你的话 凌晨天摇头 再次举剑 脚底下的江老太 直接吓得晕了过去 而江雪见到凌晨天如此 拼命地叫道 如果你这一剑斩下去 我就真的不能再做你师娘了 凌晨天微微皱眉 剑指悬浮于半空 久久没能落下 哪怕凌晨天杀法果断 心中被仇恨的种子淹没 可此刻面对师娘 心里也松动了 这是唯一的亲人 如果再失去了师娘 那自己还有什么 道门没了 还可以重建 可是师娘没了 那就真的没了 凌晨天默默地叹了口气 看向江雪 江雪走来 伸出手 轻轻地拉住凌晨天 说道 放了他们吧 道门的灭亡 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 虽然他们对我刻薄 可我毕竟和他们有血缘关系 看在师娘的面子上 饶了他们吧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好吗 好 凌晨天点头 手指上的剑气散去 周围一群跪地求饶的江家人 此刻一个个心里松了口气 尤其是江博义 他赶紧爬了起来 笑呵呵地来到江雪面前 咱们毕竟是一家人 啪 不等江博义继续说下去 江雪反手一巴掌 打在了江博义的脸上 怒道 你不配 你 江博义捂着脸 整个人愣住了 他没想到 江雪也会有这么硬气的时候 这若是从前 江雪哪敢如此 可现在不同了 江雪已经有了靠山 那位道门的弟子 难道道门真的要再度崛起了吗 江博义捂着脸 神情复杂 随后几出笑容说道 打得好 妹妹 你这一巴掌打得好啊 打得实在太好了 太大块人心了 吃钱都是我该死 我真不是个东西 妹妹 你如果觉得还不解气 请继续打我 我江博义绝不会有怨言 你就算是有怨言 你敢说吗 江雪自然不会上当 这江博义的薄情寡义 以及他那卑鄙的手段 再已经让江雪伤透了心 这霸气抑郁 直接让江博一牙口无言 江雪气呼呼的 继续说道 以后少和我拉关系 正如同你所说 我早就被江家族谱出名了 我已经不再是江家的人 再见 丢下这话 江雪立刻走到凌晨天的面前 然后拉着凌晨天就走 而江家的众人 则是一个个的呆若木鸡 许久之后 凌晨天和江雪走 已经走远 江家的众人 这才回过神来 其中一位年轻人不满地叫道 该死的江雪 有什么好神器的 不就是仗着 现在有了盗门余孽 作为靠山了吗 不知道还以为 他有多了不起呢 就是 另一个青年跟着说道 保不准哪一天 那小子就被人灭了 要知道 当初参与覆灭盗门计划的 可都是一些大人物 那些人要弄死凌晨天 就和捏死蚂蚁一样的简单 你们给我闭嘴 江博弈冷声呵斥 吓得众人不敢再说 随后江博弈目光看了看 倒在地上江老太 说道 快将母亲扶回去 去请医生 深夜的街道上 凌晨天和江雪站在路边 等候出租车 看了看不出话的江雪 以为江雪还在生气 凌晨天赶紧小心翼翼地问道 师娘 我没听你的话 你会怪我吗 傻孩子 江雪回过头来 温柔一笑 随后 他在凌晨天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说道 师娘不怪你 相反你并没有错 是师娘错了 我总是将你看成是那个几岁的小孩子 可其实你已经长大了 你有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主见 师娘也不一定全都对 就像是你说的那样 道门也不一定全都是对的 师娘 看着江雪这么温柔 这么善解人意 一瞬间 凌晨天感觉自己 就和回到了小时候 一股温暖的感觉 心里很是感动 你现在是越来越帅了 月儿见了你 肯定也认不出你来了 江雪摸了摸凌晨天的头发 微微笑道 嗯 月儿肯定也更漂亮了 凌晨天努力的点头 在师娘的面前 感觉自己再次变成了小孩子 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 实在太好了 他呀 他这些年来 丝毫没有长进 一点也不成熟 还是和小孩子一样 江雪摇了摇头 提起江白月 他就有点失望 不会吧 凌晨天问道 不骗你 一会儿见了 你就知道了 江雪微微一笑 这时候 一辆出租车停下 凌晨天立刻和江雪上车 心里很期待 再次见到江白月 不管月儿变成什么样子 都是亲人 这世界上 唯一珍贵的 就是江白月和江雪了 带着期待的心情 凌晨天甚至觉得 手心里有些出汗了 车租车行驶在路上 一段时间之后 江雪忽然好奇地看着四周 疑惑道 司机师傅 你这路好像走得不对啊 没有错 司机沙哑的声音传来 透过前面的后视镜看去 只见前方的司机 猙獰的笑了起来 这是送你们去 阴曹地府的路 盗门余孽不可活 第十三章 天地不可阻 司机阴冷的笑声传来 一时间 车内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杀鸡 以及一股奇怪的味道 这股味道 让人闻了之后 顿时觉得头晕眼花 昏昏沉沉 不好 凌晨天顿时意识到 车内的香水有毒 想要运工调理气息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旁边的江雪 他已经晕了过去 凌晨天见状 眼眸里闪过一丝杀气 随后也跟着晕了过去 哼 盗门余孽 一个都活不了 司机通过后视镜 见到凌晨天和江雪全 都晕倒 冷冷一笑 他立刻加速 将车子开往一个废弃工厂旁边 这里 已经有一群人在等待着了 为首之人 正是凌家家主 和吴家家主 出租车司机 走到两人面前 恭恭敬敬敬地说道 信不辱命 那盗门余孽已经被迷晕 现在 他就是一条死狗 任凭二位处置 哈哈 凌家家主大笑 不愧是真元门的高手 办事效率就是高 吴家家主则是冷冷说道 该死的盗门余孽 杀了我儿子 我要他偿命 来人 将那盗门余孽带出来 是 两名保镖走到车前 正要动手将凌晨天拉下车 下一刻 凌晨天猛地睁开双眼 杀鸡蹦现 剑指并拢 扑痴 一道剑光闪过 随后 汽车玻璃上沾满了血迹 两名保镖当场弃绝 另一边 凌家家主和吴家家主猛地看见 汽车玻璃上沾满了血 一个个吓得脸色骤变 怎么回事 身边的保镖 立刻将两人保护起来 老板小心 卡扎 凌晨天从汽车的另一边 将车门打开 随后走出出租车 见到凌晨天居然没晕过去 那位负责接凌晨天来的司机大叫 好一个狡猾的盗门余孽 居然装死 这四个字 会让你死得很惨 凌晨天眼神里杀鸡浮现 注视上这位司机 司机顿时脸色骤变 只觉得自己好似被死神给盯上了 一股恐怖的气息蔓延 司机咽下一口口水 忍不住地开始后退 到门余孽 纵然你没晕过去 今晚也逃不了一死 他这话说完 只见凌晨天已经消失在眼前 等到凌晨天再次出现 已经在司机的身后 司机瞪大眼睛 满脸都不敢相信 细细看去 只见司机的脖子上 出现了一条细细的血线 一阵微风吹来 扑动 司机轰然倒地 灭是我盗门者 死 冰冷的话语 让人窒息 解决了司机的凌晨天 目光看向其他众人 那死神一般锐利的双眼 让人见之胆寒 众人一个个后退 这盗门余孽 有点本事 他功夫了的 大家小心 保镖们将林家家主和吴家家主 保护在身后 不断后撤 林家家主则是缓过神来 怒吼道 混账 你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处理 不掉一个盗门余孽 全都不许后退 给我上 吴家家主也跟着怒斥 这该死的家伙 他杀了我儿子 今天他必须死 给我上 两位老板发布命令 保镖们也不敢犹豫 十几个保镖 顿时一个个带着怒吼 朝着凌晨天冲来 瞬间将凌晨天 淹没在人群之中 两位家主冷笑 不知进退的家伙 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然而 下一刻 只见人群之中 一道剑气纵横闪烁 扑哧扑哧 顶刻间解决十几名保镖的凌晨天 两位家主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 怎么会这样 他明明这么年轻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是盗门剑职 两位家主吓得脸色苍白 这些可都是他们花仲金 请来的保镖啊 居然就这么容易被解决了 完了 还有 谁能挡得住这尊杀神 成为光感司令的两人 内心崩溃 凌晨天越过一具具尸体 一步步朝着两人走来 盗门底下 竟是你们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 今天 我就要为盗门一雪前耻 此言一出 凌家家主和吴家家主 顿时下的头皮发麻 不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现在可是江南最权贵的四大家族 躲一躲脚 整个江南都会颤抖 凌家家主朝着凌晨天怒吼 对 没错 吴家家主跟着大叫道 我们四大家族 就是江南的支柱 绝不能倒下 两人接连怒吼 然而凌晨天好似没听见 表情冷酷 那又怎么样 我们背后牵连了太多人的利益了 你要是杀了我们 那些利益攸关者绝不会放过你 凌家家主傲然地叫道 对 你纵然功夫再高 可你毕竟是一个人 势单力薄 你不可能与所有人为敌 吴家家主跟着点头 呵呵呵 面对两人的威胁 凌晨天笑了 这笑声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随后 凌晨天直接走到两人面前 然后抡手手掌 对着凌家家主 就是一巴掌 啪 这一巴掌狠狠抽在凌家家主的脸上 打得他晕头转向 昏天暗地 瘫倒在地 凌晨天再次抬手 又是一巴掌 这次打的是吴家家主 一巴掌下去 直接打掉他两颗大门牙 噗 吴家家主吐出一口血 跪倒在地上 我的决心 天地不可佐 凌晨天冷冷看向两人 抬起脚 踩在凌家家主的脑袋上 好似踩着一只死狗 随后 凌晨天目光看向吴家家主 今天我就宰了你们俩 我倒要看看 谁能阻我 不 不要 吴家家主吓得头皮发麻 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 纵然他在江南全是滔天 可眼下 他也只是贱命一条 只要凌晨天一招见旨 他即使有无数的财富 也会命丧当场 在死亡面前 人人都是平等的 当即吴家家主 连连朝着凌晨天磕头 不要杀我 对了 你不是叫人通知我们四大家族 给盗门屁麻带笑吗 我愿意为盗门屁麻带笑 求你 不要冲动 不要杀我 看着犹如丧家之犬的吴家家主 凌晨天很是不屑 目光看了看 被踩在脚底下的凌家家主 凌晨天淡淡问道 你呢 凌家家主 此刻哪敢说半个不字 使劲地点头 我也愿意为盗门屁麻带笑 我愿意忏悔我的罪过 求您大发慈悲 饶我不死 见状 凌晨天松开了脚 凌家家主立刻和狗一样 趴在凌晨天面前 三天 凌晨天丢下这话 转身回到车里 将晕过去的江雪报了起来 直接就走 等到凌晨天走远 两人停止磕头认错 眼神里再次出现狠立之色 尤其是凌家家主 他跪为四大家族之首 何曾被人踩在脚底下过 简直是奇耻大乳 该死的盗门余孽 三天之后 就是盗门覆灭十年的忌日 也是你这狗杂碎的忌日 第十四章 江白月 郊区小村 江雪带着凌晨天来到这里 眼神里充满了回忆 夜晚的小村 极为安静 江雪九九出神 师娘 你怎么了 凌晨天问道 我和你师父 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江雪笑了笑 走吧 月儿一定在这里等着我们了 嗯 凌晨天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对于在盗门崖下 孤独十年的凌晨天来说 这里远离城市喧嚣 挺好 跟着江雪来到一座小屋前 屋子前 还有个别致的小院 月儿肯定在里面 江雪上前 敲门 然而 敲了许久 却没有任何回忆 月儿肯定睡着了 我进去开门 凌晨天翻月院墙 然后将院子门的插销拔开 打开门 两人来到里面 只见这里每一间屋子都是漆黑黑的 不过凌晨天很快就感觉到其中一间屋内 有人的呼吸声 不用多想 一定是江白月在里面 想到即将见到江白月 凌晨天心里有些小激动 上前敲门 咚咚咚 江白月 快开门 是我 谁 很快 里面的灯亮起 门打开 眼前是一位穿着白色睡衣的女孩 门边人四月 浩腕凝霜雪 这女孩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眨牙眨的 好奇地观察着凌晨天 她那双眼睛似乎能传递快乐 顿时让凌晨天心里激动不已 江白月是我 十年未见 无数个思念的夜晚 如今终于再见家人 凌晨天激动极了 立刻上前准备和儿时一样 再次牵着江白月的手 然而 江白月猛地后退一步 随后一巴掌打来 啪 这一巴掌 结结实实地打在凌晨天的脸上 你谁啊 这么没礼貌 凌晨天直接被一巴掌打懵了 是我呀 我不认识你 江白月警惕地说道 月儿 这时候江雪走上前 江白月见到江雪 立刻冲过去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一番解释之后 江白月瞪大眼睛 一脸的不敢置信 凌晨天 你是凌晨天 看着江白月一惊一乍的样子 凌晨天微微一笑 怎么 我不像吗 不像 完全不像 你小时候整天流鼻涕 哪有这么帅 江白月一脸惊讶 后退一步 上下审视凌晨天 见眉心目 英姿飒爽 完全不像那个整天玩泥巴 还擦着鼻涕的凌晨天 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你不会是冒充的 想来接近我吧 说着 江白月俯动自己的秀发 有些傲娇地说道 毕竟我那么漂亮 想要接近 我的男生太多了 看着江白月如此 凌晨天一时间无言以对 这江白月 现在越来越自恋了 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 月光洒在她身上 让她看起来洁白无瑕 脸上的那一对小酒窝 还是那么调皮 更重要的是 她的身材 窈窕之中带着火辣 勾勒出夺人心魄的曲线美感 一些地方已经颇具规模 正所谓 昆之大 一只手抓不下 她已经完全从小美人 变成大美人了 一时间 凌晨天看着江白月出神 想到师父曾经念叨的一句话 千秋无绝色 月牧师家人 倾国倾城茂 惊为天下人 可以想见 师父当年遇到江雪的时候 也一定是这样 快点证明 你不是冒充的 江白月一脸警惕地看着凌晨天 再次问道 眼见江白月似乎完全认不出自己 凌晨天也不管尴尬了 说道 小时候你说师娘在洗澡 硬要拉着我去看 没等凌晨天说完 江白月翘脸一红 赶紧上前捂住凌晨天的嘴 看来你真的是凌晨天 我还没说完呢 凌晨天老老实实地说道 不用说了 江白月赶紧制止 机灵的眼睛一转 说道 嘻嘻 其实我第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我只是和你开开玩笑而已 说着 江白月抓住凌晨天的手 看了看胳膊上的一道伤疤 笑道 小时候我们两练剑 我不小心伤到了你的手腕 你看 这伤疤还在呢 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你呢 嘻嘻 看着江白月笑得灿烂 凌晨天一阵无语 这家伙分明就是认不出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 女大十八变 要不是知道 这里面住着的就是江白月 自己也未必一眼就能认出 眼见凌晨天和江白月相认 江雪也很高兴 你们俩这么多年不见 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你们继续聊 我去江屋子收拾一下 以后 我们就住在这里 再也不会江家了 江雪转身走进屋子 江白月则是再三地看了看凌晨天 然后拉着凌晨天的手 笑嘻嘻地说道 走 跟我来 两人跑出院子外面 被江白月这样拉着跑 凌晨天心里一酸 好似感觉回到了小时候的两小无猜 很快 两人来到村子里的池塘边 这里 有几块大石头 江白月拉着凌晨天坐下 一时间 凌晨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明明那么想见到江白月 可是见面了之后 自己反而无话可说了 江白月倒是开朗 笑嘻嘻地看了看凌晨天 你怎么不说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凌晨天摇头 然后讲述自己孤独十年 一人独自在道门牙下的事情 听了这些 江白月言道 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 现在你有我和我妈了 你再也不会孤独 嗯 凌晨天点头 看着江白月英容笑貌 微微出神 虽然江白月未必是最美的 但在凌晨天眼里 她就是岳母佳人 第一美女 你又盯着我看干嘛 江白月见到凌晨天的目光 开心一笑 一对调皮的小酒窝浮现 是不是觉得我很美 想叫我兑现小时候的承诺啊 什么承诺 凌晨天问道 当然是做你的妻子 江白月笑道 啊 凌晨天顿时惊讶 江白月也太直接了吧 小时候的玩游戏的事情 现在直接要兑现 下一刻 江白月抓起凌晨天的手 要不 我们现在就尝试成为夫妻吧 啊 凌晨天再度被整猛 这也太直接 太快了 直接略过谈恋爱 成为夫妻 那不得春宵一刻 一时间 凌晨天心跳加速 只觉得浑身燥热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江白月笑道 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凌晨天咽下一口口水问道 高端的人类 往往只需要最原始的方式 江白月含情默默 然后靠在了凌晨天的怀里 我们开始吧 这里不会有人打扰我们的 过了今晚 我就彻底是你的人了 第十五章 杀气滔天 煞意入魔 看着靠在自己怀里的江白月 凌晨天一时间不知所措 那孤独的十年到门牙生活里 曾经无数次想到 和江白月重逢的场景 可真没想过再次见面 就是这样 你还愣着干什么 江白月依偎在凌晨天的怀里 看了看凌晨天 脸色微红 闭上眼睛 快来吧 我已经做好成为你妻子的准备了 可 可是 凌晨天此刻 如同惊慌失措的小白兔 措手不及 不知如何是好 最主要的是 不知道如何开始第一步 要知道凌晨天九岁就闭关 而在道门牙下十年 与外界是与世隔绝的状态 所以 除了学会一身本领之外 很多事情 凌晨天是不太懂的 怎么了 见到凌晨天惊慌失措的样子 江白月笑了笑 你该不会教我主动吧 不不不 不是 凌晨天激动的说话都在颤抖 嘻嘻 其实我主动 也可以 江白月嘻嘻一笑 月光洒在她完美无瑕的面庞上 美轮美奂 但她的开放和大胆 让凌晨天此刻慌的不行 还没等凌晨天缓过神来 江白月直接凑上来 吻上了凌晨天的嘴唇 湿润和柔软纠缠 一股甜蜜蜜的感觉传来 凌晨天瞬间浑身僵硬 随后 江白月直接将凌晨天暗倒在地上 然后解开自己的外套 可却在这时候 池塘的另一边传来了叫声 一道手电筒的光芒照了过来 谁啊 大晚上的在干什么 不好 快跑 江白月和凌晨天顿时吓唤 也不管对面是谁了 两人吓得撒腿就跑 一路跑回自家的院子 两人 这才松了口气 被扫了心的江白月有些生气 肯定是村里打鱼的 坏了我们的好事 嗯 凌晨天点头 看着江白月 只觉得他更美了 嘻嘻 瞧你这傻样 江白月伸手在凌晨天额头上一点 凌晨天顿时感觉吃了糖一样的甜蜜 黑黑傻笑 这时 后江雪走来 他已经简单的收拾了一间屋子 由于一些生活用品还不足 所以凌晨天只能先凑合着 过一夜 这一夜 凌晨天怎么也睡不着 脑海里想的都是江白月的话 高端的人类 往往只需要最原始的方式 第二天 三人就打算采购一些生活用品 结果三人都是穷的叮当响 最终 江雪找到邻居借了一点钱 勉强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 中午吃饭的时候 江白月一拍桌子 宣布自己要创业开公司挣大钱 解决家里的困境 凌晨天顿时很支持 两人还聊起了伟大的商业版图 世界第一的口号叫得震天响 江雪则是看着两人 连连摇头 家里穷的生活必需品都买不起 哪有钱去创业 太天真了 眼下 要是不能找到工作养家糊口 只怕三个人都要饿死 这才是残酷的现实 转眼间三天过去 三人来到残破的盗门遗址 祭拜死去的亡魂 江白月来到父亲的坟前磕头 让其保佑自己挣大钱 凌晨天则是目光四处打亮 天儿 你在看什么呢 江雪观察到凌晨天心不在焉 问道 师娘 我在等四大家族的人 凌晨天说道 四大家族 江雪皱眉 对 他们答应我 要在今天为盗门披麻戴笑 凌晨天说道 你胡说什么呢 四大家族如今何等尊贵 甚至都不可能正眼看我们一下 他们怎么可能来 江雪连连摇头 只觉得凌晨天太不切实际了 江白月听了这话 也是觉得不可能 凌晨天不要胡思乱想了 咱们已经穷得叮当响 现在是应该想着找工作挣钱才对 不 凌晨天眼神里迸发出一股杀意 他们绝对回来 你怎么比我还不切实际 江白月有些失望 如今他们穷得连生活成问题 已经是最卑微的最底层 四大家族那是何等的尊贵 怎么可能会卑躬屈膝 前来为盗门披麻戴笑 可凌晨天依旧很坚定 今天他们必须来 否则我将血洗四大家族 这个话顿时让江雪和江白月都愣住了 血洗四大家族 疯了吧 开什么玩笑 人家可是江南最顶层的权贵大佬了 而凌晨天则是一位吃不起下一顿的底层 双方身份相差悬殊巨大 就好似大象和蝼蚁 你是不是在盗门崖下十年 把自己弄傻了 江白月忍不住说道 我没犯傻 他们今天肯定会来 凌晨天很肯定的说道 眼见凌晨天如此 江白月只觉得 凌晨天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 他转身就走 不要痴人说梦了 江雪也跟着说道 天儿 我们得面对现实 江雪叹了口气 也跟着转身就走 道门绝不会再受人欺凌 凌晨天看着两人离开 也不阻拦 回头看向眼前一座座坟墓 若是四大家族正午时分还不到 那我便血洗四大家族 接着 凌晨天在地上插上一个木棍 然后盘膝打坐 静心等待 这是凌晨天到门牙之下 学会的独特技师方法 到了正午时分 凌晨天猛地睁开双眼 一股杀意肆虐而出 却在这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 是四大家族的人来了 哈哈 伴随着大笑声 凌家 吴家 上官家 李家 四大家族的家主 带着一大群人 纷纷前来 他们一个个欢天喜地 传红戴绿 敲锣打鼓 一片喜庆祥和 这哪里是来拜祭亡灵的 简直是来办喜事的 凌晨天见状 顿时眼神里出现无尽的怒火 对死去的盗门前辈不敬 那是最大的罪过 什么意思 凌晨天看着眼前众人 怒火冲天 然而 四大家族面对凌晨 天毫无巨色 尤其是曾经被凌晨天才 在脚底下的凌家家主 以及姚维起怜的吴家家主 他们脸上更是春风得意 凌晨天 别这么愤怒吗 盗门覆灭那是喜事 应该普天同庆才对 就是 盗门覆灭了 我们四大家族才能崛起 这天大的好日子 怎么能不高兴呢 这盗门余孽真够天真的 还真以为我们会乖乖来屁麻带笑 盗门也配吗 简直可笑 四大家族家主纷纷表态 出言嘲笑 这些话一次次的挑战者凌晨天的底线 无尽的杀意散发出来 你们这是在找死 凌晨天手指并拢 指尖之上 剑气散发而出 盗门剑指 准备吐狗 然而四大家族之所以敢如此嚣张 显然早有准备 林家家主冷冷笑道 找死的是你 今天不只是盗门的忌日 也将会是你这个余孽的忌日 没错 除掉你之后 盗门就会彻底绝肿 吴家家主跟着冷笑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提起盗门 真元宗高手何在 伴随着这声问话 周围呼啦啦的 冲出来几十号人 这些人全都服装统一 手持利刃 脸上戴着遮住半张脸的面具 一位白发老者走出人群 他是真元宗的长老 白发老者冷冷笑道 盗门余孽 速将天书交出来 我也许可以饶你不死 否则杀无赦 看着眼前这些面具人 凌晨天脑海里 顿时出现十年前的盗门 覆灭惨状 仇恨无将 一股滔天的杀意 浮现而出 煞世间 天地风云骤变 滚滚乌云 那些乌云组合成一个可怕的骷髅 凝视下方 恐怖的杀意 震慑人心 人们惊恐地看着天上出现的骷髅 就连白发老者 他也是脸色骤然大变 不好 这是借煞气入魔之法 这家伙是故意引诱 我们前来 他要借机入魔 杀了我们所有人 第十六章 化身成魔 途径仇敌 入魔 一群舞者听闻这两个字之后 无不面色大变 入魔就意味着丧失理智 化身为恶魔 战力倍增 最可怕的是 恶魔没有感情 唯有杀戮 阻止他 白发老者立刻大吼 千万不能让他借煞气入魔 杀 一群舞者 再也顾不得那么多 纷纷朝着凌晨天杀来 凌晨天此刻 眼神里仇恨无将 杀意弥漫 阴阳戒法 轰隆 天空之上 那骷髅形状的乌云 好似受到了某种召唤 被凌晨天吸入眉心之中 吸入魔气的凌晨天浑身膨胀 肌肉爆棚 身躯变大 三米 四米 五米 周围杀过来的舞者 被一股气浪 全都掀翻倒下 不断庞大的身躯长出毛发 仿若元侯 眼睛血红 周围众人满脸的惊骇 怎么会这样 他还在变大 太大了 这 这还怎么杀 道门是名门正派 怎么会有如此邪恶之法 真元宗的白发长老 亦是心惊胆战 远古魔元 道门早已失传的禁忌之法 这道门余孽 居然学会如此禁忌之法 实在罪该万死 很快 在众人的惊恐之中 凌晨天已经吸收完天空之上的魔气 化作一个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巨大魔元 魔元双眼血红 立于天地间 周围的一切都仿若蝼蚁 好 远古魔元仰天怒吼 恐怖的气浪 震得周围山摇地动 很多人因此站不稳 直接被气浪掀翻在地 全都不要退缩 杀他 白发老者眼见军心大乱 他立刻带头冲锋 只见他腾空而起 手上出现一道道符纹 那些符纹转动 随后化成一条条的火蛇 朝着远古魔元撕咬而来 然而 一立破万法 远古魔元一巴掌拍出 恐怖的力量无边无际 直接将那些火蛇全都拍碎 白发老者也被一巴掌打飞出去 落地之后 炸碎成肉泥 该你们了 凌晨天转身看向其他真园门弟子 十几层楼那么高大的身躯 好似一座山岳一般 叫人望而生畏 恐怖绝伦 一脚抬起 朝着人群踩去 轰隆 地动山摇 脚下成片的石头 树木纷纷蹦碎 这些骄傲的真园宗弟子 此刻一个个犹如蝼蚁一般 被凌晨天才在脚底下 随意践踏 啊 惨叫声不绝于耳 其他众人见状 哪里还有半分斗志 这巨大的魔元 哪里是人力能对抗的 就连长老都被一巴掌拍成肉泥 普通弟子又怎么会是对手 恐怖的魔元 叫人绝望 真园宗的弟子 一个个转身就跑 这是单方面的屠杀 然而 此刻已经没有人能逃得过凌晨天的之手 魔元一步就跨越上百米 一步的距离 比一个足球场还大 不过魔元一个个被魔元踩死 撕碎 绝望之中 有人拿出机枪进行反击 然而 这种攻击 对于魔元来说 那就是恼痒痒 连皮都打不破 魔元肆虐 山摇地动 躲在一块大石头下的四大家族家主 此刻一个个瑟瑟发抖 哪里还敢有半分的狂傲 怎么会这样 这个盗门余孽 居然化身成魔 太可怕 盗门自称是天下正宗 怎么会有如此邪恶之法 难怪盗门会被那些大势力联手剿灭 这种邪魔外道 岂有不灭之力 几人嘴上抱怨 内心里惊恐不已 下一刻 他们旁边的大石头 被一只恐怖的大手挪开 四人惊恐地抬头看去 只见巨大的魔元出现 第十七章 四大家族臣服 卡扎卡扎 远古魔元手上用力 那巨大的石头被捏得粉碎 哗啦啦 一块块粉碎的石头落地 吓得四大家族瑟瑟发抖 眼泪都流出来了 完了 几人绝望 头皮发麻 只感觉天都要塌了 在恐怖的魔元面前 他们渺小如蝼蚁 只要魔元动一动脚趾头 就能轻易踩死四人 这时候 吴家家主立刻磕头道歉 不 不要杀我们 我们是被迫的 林家家主也跟着说道 当年的一切 全都是真元宗在背后指使 我们也不得不听命行事 是啊 就算我们不配合 道门也难逃背面 而我们也得死啊 上官家和李家 纷纷跪倒 高高在上的四大家族 此刻是真正的蝼蚁 仰望着远古魔元 饶命啊 看着脚底下求饶的四大家族 化身远古魔元的凌晨 天仰天怒吼 吼 这怒吼声 震得众人内心里翻江倒海 魂都快飞走了 上官家的家主 更是直接吓晕过去 此刻 众人只觉得 这是不可战胜的魔王 太恐怖了 道门居然残存下来 一位如此恐怖的少年 难道道门就要再度崛起 可他们哪里知道 道有三千 进出自道门 数有千遍 万遍不离宗 天下万法 进阶是由道门的三千大道演化而来 万遍的法门 其实本不分邪恶与正义 诡异变化的是人性 正因为人性莫测 所以道门老祖们 才将一些过于强大的道法 视为禁忌 藏于道门崖之下 但现在 凌晨天怡将这些禁忌 全都掌握 好 伴随着一声震人心魄的怒吼声之后 远古魔元渐渐缩小 最后化作人形 此刻凌晨天身无遮物 光着脚 走到四大家族族长面前 然后一脚抬起 踩在凌家家主的脸上 再次被凌晨天踩 在脚底下的凌家家主 顿时吃了一地的土 纵然他是四大家族之首 此刻也只能瑟瑟发抖 其他三大家族 他们也只能是俯首称臣 我得感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带来真元宗的这些人 我哪有这么好的忌品 凌晨天俯视几人 冷冷说道 忌品 四大家族颤抖 终于明白了 原来小丑竟是自己 这凌晨天早就预料到 今天会有伏击 然而 他就是故意为之 利用四大家族 引出幕后势力 他要用着漫山遍野仇敌之血 来拜祭十年前被灭的盗门前辈们 此人不仅杀法果断 更是有杀翻一切仇敌的势力 盗门出现这样惊天的后辈 真的是要崛起了 沉默许久之后 四大家族家主 一个个朝着凌晨天叩拜 我们愿意重新归属盗门 听候您的差遣 凌晨天冷冷一笑 眼前的这些人 不过是仇敌的冰山一角 四大家族不过是棋子 出现 披麻戴孝 拜祭先祖 是 四大家族 哪敢有半分的犹豫 直接俯首称臣 随后开始忙碌着拜祭 盛大的拜祭典礼开始 到了下午 凌晨天率领四大家族 几百号人拜祭 场面宏大 师父 您看好了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我要用铁蟹手段 征服一切 这才是我盗门应有的威风 盗门本就应该傲视苍穹 傲视苍穹四的字 在山谷回荡 霸气非凡 紧接着 凌晨天回头 言道 四大家族 全都给我在这里跪拜三天三夜 忏悔你们的罪过 四大家族颤抖 再也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众人心中有一个想法 太平的日子即将过去 盗门还没有没落 接下来必将腥风血雨 与此同时 郊区小村 江雪和江白月坐在院子里 见凌晨天迟迟没回来 江白月连连摇头 妈 你说四大家族 会不会去拜祭啊 第十八章 不切实际 好高骛远 天而命苦 在盗门牙下孤独十年 思想上 可能已经跟不上 这个世道的变化了 江雪摇头 只觉得凌晨天一想天开 你的意思是说 凌晨天现在傻乎乎的了 江白月眨了眨眼睛 问道 江雪苦笑 直觉四大家族 根本就不会正眼瞧一下凌晨天 怎么可能去拜祭呢 而凌晨天 还真的在那里等着 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实有些傻乎乎的 唉 江雪叹了口气 连连摇头道 等天回来 你们都去出去找工作吧 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再没钱 我们都得喝西北风 你们在讨论什么 却在这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是凌晨天回来了 见到凌晨天 终于愿意认清了现实 江雪很高兴 迎接了上去 江白月也跟着 走到凌晨天的面前 凌晨天 我妈说 你是个傻瓜 我没说啊 江雪无辜的说道 江白月可不管 接着说道 我妈还说 你不切实际好高骛远 家里现在都快穷的 接不开锅了 你还想着四大家族 简直无可救药 我没说 你这孩子 静下说 江雪对着江白月连番白眼 凌晨天则是微微一笑 是啊 家里太穷了 确实得想办法弄点钱 见凌晨天能说出这话 江雪欣慰一笑 我们还见隔壁 张省五百块呢 我来想办法 凌晨天直接包揽下 至于该怎么赚钱 凌晨天微微考虑 算命解挂救死扶伤 自己倒是还行 当即 凌晨天找来一块布 写上 算命解挂 救死扶伤 眼见凌晨天忙着这些 江雪很是高兴 觉得 只要一家三人全都努力 日子会越来越好 江白月则是连连摇头 他觉得 要去城里找商机 创业赚大钱才行 凌晨天折腾的玩意 根本赚不到钱 当即 江白月拿着家里剩下的一点钱 打车去了城里 凌晨天则是拿着这块帆布 在村子里四处走动 既然打算暂住在这个村里 那么第一笔钱 就要在村里赚 很快 凌晨天的行为 就引来村里一些人的注意 小伙子 骗人的吧 你还会算命解挂 救死扶伤 年纪轻轻 应该老老实实的去上班打工 这些玩意 哪能挣得到钱 这小子 好像是刚搬过来的 眼见好几个村民围了上来 凌晨天微微一笑 各位好 我能算挂补命 治病救人 做不好不要钱 你确定 村里的张老头问道 无功不受禄 凌晨天笑了笑 算不好挂 治不好人 当然不要钱 那你帮我算一挂 张老头扛着锄头 来到凌晨天面前 你要算哪一方面 凌晨天问道 无所谓 你随便算一算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张老头说道 其他人见状 也跟着看热闹 指指点点 凌晨天点头 仔细一看张老头 言道 你神庭见暗 硬堂发黑 因煞之气缠身 想必家里最近诸事不顺 一听这话 张老头脸色都变了 他一把抓住凌晨天的衣领 怒吼道 小子 你可别为了赚钱 胡言乱语 难道不是 凌晨天不为洞洞 眼前的老头 他身上煞气缠身 被这玩意缠上 轻着胸闷郁郁 诸事不顺 严重者 可导致自己 以及家人 气虚衰弱 重病不起 这时候 旁边一位大婶说道 老张 仔细想想 你家里最近确实不顺啊 先是家里养的牲畜 无缘无故的死了 后来你孙女也病倒了 张老头文言 想到自己 卧病不起的孙女 一阵心疼 当即 他松开了凌晨天的衣领 然后滋着牙叫道 小子 你要是这能治好我的孙女 多少钱 你随便开架 可你要是没这个能力 那就说明 你在诅咒我 那时候 可别怪我一锄头砸死你 第十九章 煞气入身诡异少女 面对老张的怒吼 凌晨天自信一笑 没有金刚钻 不懒此气火 你能治好我孙女 再吹牛也不迟 老张不屑地看了看凌晨天 在他看来 这么年轻的少年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本事 其他人也不抱什么希望 但都跟着看热闹 随后 众人走向老张家 一路上 凌晨天周围人议论 老张家最近怪事连连 先是家里养的家畜 无缘缘故地接连死掉 随后 他孙女一病不起 去医院检查 医生只是说 感冒发烧 开了点药 回家注意休息就好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 依旧没有好转 再次去医院 医生也查不出个结果 为此 老张也是着急 可也没什么办法 到了老张家 刚一进门 就感觉到一股凉气吹来 凌晨天立刻开启了道门阴阳眼 阴阳眼打开的一瞬间 顿时看到老张家 一股古阴煞之气弥漫 这股阴煞之气很是浓郁 甚至已经化形 以至于大夏天的 站在老张家里 都让人感觉凉嗖嗖的 阴煞之气如此浓郁 长期住在这里 岂有多病多灾之理 凌晨天看出端倪 开口道 生病就是生病 哪来什么阴煞之气 我怎么看不到 张老头很是不屑 他根本不觉得 凌晨天可以治好自己孙女 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罢了 凌晨天也不计较张老头 如此重的阴煞之气 必有源头 就在凌晨天 打算寻找源头的时候 啊 旁边的屋内 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尖叫声 众人侧目看去 只见李婶匆匆忙忙 从屋内跑了出来 她脸色苍白 好似受到了什么惊吓 瘫倒在地上 怎么回事 众人扶起李婶 李婶也不说话 惊恐地指着旁边的房间 那是我孙女的房间 张老头见状 赶紧冲向屋内 众人也随之走入屋内 进入屋内 顿时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来 这个屋内 好似开了空调一样的冰冷刺骨 更让人恐惧的是 只见老张的孙女 她此刻正在抱着一块 腌制的生猪肉啃食着 正常人怎么可能 吃生猪肉还是腌制的那种 几个村民看了之后 一个个面露恐惧之色 只觉得老张的孙女很不对劲 张老头见状 不顾一切地冲向孙女 停停停啊 这生肉怎么能吃啊 张老头刚要接触到孙女的后背 下一刻 只见他孙女猛的一挥手 直接将张老头掀翻在地 众人惊骇 张老头的孙女不是生病不起吗 理应很虚弱才对 怎么可能有力气将张老头掀翻 何况她还是个女生 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下一刻 只见这名叫婷婷的女孩 她丢下手中啃咬一半的 腌制生猪肉 站了起来 只见她脸色猙獰 双眼瞳孔发白 好似死鱼的眼睛 更可怕的是 她站立的姿势 她的脚尖居然不着地 这诡异的一幕 吓得门口几个村民一个个后退 被掀翻坐在地上的张老头 她更是第一个观察到 自己的孙女双脚不着地 正常人 怎么可能漂浮在空中 婷婷啊 张老头含着泪叫道 你到底是怎么了 吃了你这老不死的东西 婷婷开口 声音极其的尖锐 随后她抬起手 伸出又尖又长的指甲 朝着地上的张老头掐去 张老头惊恐 想要跑 可已经来不及了 那尖锐的指甲快速伸来 直接就要刺穿张老头的喉咙 第二十章 仰火震煞 眼见老张的喉咙即将被刺穿 众人吓得大叫 下一刻 凌晨天冲了出来 一手挡住女孩的双手 另一只掐绝 食指上浮献出一团火焰 仰火震煞 啪 凌晨天用带有火焰的手指 朝着女孩的眉心一点 呲啦一声 那火焰没入女孩的眉心之中 好似烧焦了什么东西 冒出一堂黑烟 女孩顿时晕倒过去 坐在地上的老张 立刻冲了过来 婷婷 婷婷 你怎么了 眼见孙女晕了 老张急得不行 立刻抓起凌晨天的衣领 怒斥 你这个混账 你到底对我孙女做了什么 你孙女是因为阴煞之气入体 影响了心智 所以会做出怪异的事情 凌晨天平静地说道 可老张却不这么想 他很是冲动 死死地抓着凌晨天的衣领 你胡说八道 我孙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和你没完 你冷静点 凌晨天皱眉 自己明明救了对方一命 可对方却完全不领情 甚至还要被对方训斥恐吓 当真是倒打一耙 我孙女好好的 都被弄晕了 你叫我怎么冷静 老张情绪越发的激动 说着就要举起了拳头 揍凌晨天 这时候 其他村民上前拉住情绪激动的老张 众人劝说起来 老张啊 冷静点 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啊 是啊 老张 刚才你孙女那怪异的样子 都吓死人了 说不定你孙女真的是中了血 岂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劝说起来 老张想到 之前自己孙女脚尖不着地 还要掐死自己的场景 顿时冒出一声的冷汗 这才稍微冷静 他缓缓看向众人 问道 这么说 我孙女真的是中了血 是阴煞之气入体 凌晨天再次提醒道 老张美好气地看了看凌晨天 冷横道 你小子 口口声声地说什么阴煞之气入体 你有什么证据 刚才你孙女的怪异 难道还不够明显 凌晨天反问道 这 老张皱眉 随后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能治好不 当然可以 我和你说过 治不好不要浅 凌晨天点头 随后让众人将老张的孙女 抬到床上躺着 来到女孩面前 掀开她的眼皮 只见女孩 那白色的瞳孔 已经在慢慢变黑 旁边有人疑惑道 刚才我都吓死了 这婷婷的瞳孔是白色的 就好像死鱼的眼睛一样 现在怎么变黑了 因为 我刚才将阳火打入她的体内 那阴煞之气 已经被驱散 凌晨天解释了一句 随后摸了摸女孩的额头 很烫 快速退去 会烧坏人的脑袋 正因为如此 一些中了邪的人 会变成傻子 旁边的老张健壮 急得大叫 你到底行不行 不行送医院 可别耽误了我孙女 送医院解决不了问题 凌晨天摇头 看了看老张 只觉得这人很冲动 而且很愚昧无知 送医院有专业的医生 难道不比你这个小子强 老张叫道 你要是不怕你孙女变成傻子 那你就送去医院吧 凌晨天很是厌恶地 看了看老张 立刻就打算走 然而下一刻 老张听到变成傻子几个字 更加紧张起来 他一把抓住凌晨天的手 叫道 我孙女变成这样 都是你造成的 不知好不去走 怕了 凌晨天淡淡看了看老张 只觉得这人老而不尊 不识好歹 第21章 煞起根源 反正你必须治好我孙女 老张嘴硬道 否则别想离开 既然还需要我来治疗 那就不要嘴硬 凌晨天甩开老张的手 也不想和这种人计较太多 当即凌晨天伸手掐绝 再次打入一股阴气 进入女孩的眉心 用于调和之前打进去的阳火 阴阳调和方可平衡 为其下降体温 几分钟之后 只见女孩的脸色明显好转 体温也从41度降到了37.8度 眼见着凌晨天还真有点本事 老张对凌晨天的态度缓和了不少 难道我孙女真是阴煞之气入体 老张问道 没错 阴煞之气的存在 会对人造成极大影响 开始是体弱多病 长期下来 会使人渐渐的迷失自我 凌晨天解释道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重邪了 老张问道 也可以这么理解 凌晨天点头 这么说 我们家有不干净的东西 老张意识到 凌晨天可能是对的 老老实实起来 不再那么冲动 是的 凌晨天点头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老张顿时紧张 害怕起来 找到阴煞之气的根源 将其毁掉就行 凌晨天说了一声 随后四处观察 这老张的宅基地 应该有一些年头了 他能祖孙三代 说明不是老宅风水问题 另一个 大白天也不可能 有妖魔鬼怪作祟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 老张有一件 带来阴煞之气的物品 凌晨天心中有数之后 问道 你们家最近 有没有增添什么物件 这个 没 没有啊 老张支支吾吾的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似乎还在隐瞒一些事 眼见老张如此 凌晨天懒的问了 开启到门阴扬眼 四处观察 很快 凌晨天就看到旁边的衣橱 这里的阴煞之气名 显比其他地方更加浓郁 微微触碰一下衣橱 冰凉刺骨 阴煞之气的根源 应该就在这里面了 当即凌晨天 让老张打开衣橱 老张只好照做 衣橱里堆满了衣服 还有一个看起来 很有年代感的盒子 盒子周围的阴煞之气 已经化形 常人看不见 但在凌晨天的阴阳眼之中 那些煞气 好似一条条的黑蛇在游动 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凌晨天问道 老张支支吾吾的 说是家里的东西 看着老张有些紧张的样子 凌晨天也不问了 直接打开 只见里面有一个手镯 阴煞之气的根源 正是来源于这个手镯 拿起手镯 凌晨天摇头道 这是你家的 这 这是我家祖传的手镯 老张眼神恍惚的说道 眼见老张还在撒谎 凌晨天不悦道 祖传的手镯 应该经常接触到人气 只有死人佩戴的饰品 才会有如此阴煞之气 所以 你这个手镯 分明是从坟墓里刨出来的 老张顿时大惊 还想要狡辩 你还敢撒谎 凌晨天怒道 难道想要一家人厄运缠身 多再多难不成 这话顿时让老张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他这才老老实实的讲述 那一天 老张在山里看到一个倒洞 他出于好奇 就去底下看了看 然后看到里面有个棺材 老张也是大胆 打开棺材 里面有具尸体 尸体的手臂上 还戴着手镯 老张见手镯很好看 估计指点钱 就带回了家 打算找机会卖掉 孙女就高烧不退 一并不起 家里也变得阴沉沉的 诸事不顺 这种东西 常年伴随着尸体 因煞之气如此之重 你也敢带回家 还敢让孙女佩戴 简直糊涂 凌晨天摇头 周围几个村民 明白了怎么回事 也跟着纷纷指责老张 死人常年带的东西 怎么能给活人带呢 有点常识的人 都不敢这么做的 老张你真是糊涂啊 难怪你家里 最近这么晦气 原来都是这玩意 老张 有些不义之才不能贪 会害死人的 你这么大人 怎么连这么点道理都不懂 第二十二章 村里的大能人 该死的手镯 差点害死我孙女 听到众人的议论 老张气得拿起手镯 立刻就打算砸碎 凌晨天将其拦住 这手镯看起来应该指点钱 没必要砸碎了 可这东西会害人啊 老张叫道 你只需要将其放在太阳下 曝晒七天 自然也就没了阴煞之气 凌晨天微微摇头 一件物品本无对错善恶 善恶的是人心 可这手镯这么晦气 老张叫道 如果你觉得这玩意晦气 可以拿出去卖点钱 买点补品回来 给你孙女补补也不错 直接砸了 倒是可惜了 凌晨天再次劝阻 老张文言眼睛一转 将手镯直接递给凌晨天 带着一丝歉意说道 你救了我孙女 这就当是我给你的报酬 这个凌晨天皱眉 这老张倒是精灵 直接用这手镯抵债了 怎么 你不是说 这手镯值点钱吗 老张见凌晨天犹豫 凌晨天也不好推脱了 而且老张估计 也拿不出多少钱 只能将手镯收下 老张见凌晨天收了手镯 微微一笑 那我孙女 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阴煞之气解除 你孙女自然会好 不过 他依旧身子骨很虚 凌晨天说道 那怎么办 老张问道 这山里应该有草药 一会儿我去采摘一些草药回来 你熬成汤给你孙女喝了 就没什么问题了 凌晨天言道 多谢多谢 老张大喜 这时候 老张的孙女也醒来 老张赶紧去看望孙女 眼看是拿到不到钱了 凌晨天只好拿着手镯离开 不过这一趟虽然没弄到钱 但效果还是有的 几个村民见凌晨天 还真有些本事 一个个对凌晨天都客气了起来 夸赞有加 年轻有为啊 哈哈 我本来觉得 你小子是骗钱的呢 没想到 你还真有些门道 这感情好啊 村里终于出了未能人 以后有点小问题 我们就找你了 小伙子 我看你还懂一些 倒数和风水吧 以后村里办事情 就找你算一算黄道吉日了 小伙子 真不错 面对众人的夸奖 凌晨天一一答复 住在隔壁的张沈 也闻讯而来 立刻邀请凌晨天 去给自己老母亲看看病 简单的看了看 张沈的母亲年近九十 身上有些风湿关节炎 高血压 心力衰竭等疾病 这些都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 只需要开些温补的药条理就行 张沈一听 连连对凌晨天竖起大拇指 表示 她母亲就是这些病 去了医院多次了 花了很多钱 当即张沈就给了一千块钱 请凌晨天帮忙开些药 都是一个村的 凌晨天也不好谈价格多少钱 何况这张沈为人不错 还借给师娘江雪五百块 凌晨天返还五百 还了欠债 回到家里 江雪正在忙着烧晚饭 凌晨天上前 拿出五百块递给江雪 这钱哪来的啊 江雪微微好奇 刚才给隔壁张沈的母亲看病 张沈给了一千块 我顺便将欠她的五百还了 还剩下五百 交给您掌管 凌晨天说道 太好了 这几天咱们吃的都是清汤寡水 估计院也很想改善一下伙食呢 一会儿我去村口小店买点卤菜回来 庆祝咱们挣到了第一笔钱 江雪大喜 没想到凌晨天一出门 就赚到了钱 虽然说这笔钱不多 甚至都不够看 但这却是一个好的开始 师娘 你安排就行 凌晨天微微一笑 出门采药 村民们的钱可不好赚 虽然拿了点钱 暂解家里燃眉之急 可还得为人家采药呢 好在隔壁就是山 可以就地取材 来到山中 不得不说 这山里的资源真是丰富 凌晨天很快就采到了一箩筐的草药 哎呀 却在此刻 一道女人的惊叫声传来 凌晨天凑近一看 只见一个女人坐在草丛旁 脱下了裤子 露出白花花的一片 第二十三章 赵小慧 这一幕 看得凌晨天目不转睛 女人也发现了动静 惊恐地朝着凌晨天这边看来 谁啊 我 凌晨天赶紧走出来 女人吓得赶紧用裤子遮挡那片雪白 有些害怕地看着凌晨天 这深山老林 孤男寡女 何况这种尴尬的情况下 女人也不认识凌晨天 不得不防备着 见到女人警惕的眼神 凌晨天解释道 我是来采草药的 刚好路过这里 听到你的叫声 我过来看看 你 你到底是谁 村子里好像没见过你 女人红着脸 警惕地问道 我是刚搬来村里的 我叫凌晨天 凌晨天自我介绍 仔细看了看这女人 对方大约二十岁出头 有些婴儿肥的脸蛋 皮肤保养得不错 整体看起来还挺漂亮 尤其是现在这情况 让她显得很有女人味 这让凌晨天脑海里 顿时想到江白月的话 高端的人类 往往只需要最原始的方式交流 凌晨天 女人仔细看了看凌晨天 顿时觉得 眼前这小伙子 见眉心目 英姿飒爽的 看着挺精神 挺帅气的 她稍微放松了点 说道 你就是村里刚搬过来的 江学姐姐家的吧 是啊 凌晨天说道 我叫赵小慧 你叫我小慧嫂就行 女人见凌晨天挺帅 又是同一个村的 放松了不少 凌晨天点头 目光不由自主的 看了看女人的腿 小慧嫂见到凌晨天的目光 有些尴尬的说道 我来这里弄些柴火回家 刚才不知道 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 刚打算看看 你就出来了 被什么咬了 凌晨天观心道 山里有些小东西 是有毒的 若是不及时治疗 毒素扩散 后果会很严重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蜘蛛 小慧嫂很不确定的样子 我帮你看看 凌晨天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上前 蹲下来掀开小慧嫂的遮挡 小慧想要制止 已经来不及了 他顿时羞涩的脸通红 只觉得这小伙子太直接了 都不知道男女有别的吗 何况伤口在大腿内侧 简直羞死人了 凌晨天可没想太多 仔细一看伤口 只见伤口已经有发自发飞的迹象 有毒 凌晨天言道 啊 小慧嫂下的脸色苍白 那怎么办 严重吗 需要及时处理 否则毒素会顺着血液扩散至全身 严重的可能会截肢 甚至全身瘫痪 凌晨天看了看小慧嫂 只见小慧嫂顿时被吓到了 他此刻也觉得腿都抹了 紧张得不行 那 那要怎么办啊 从这里赶到医院 需要很久呢 我能处理 凌晨天言道 你能 小慧嫂焦急的说道 那你快点帮我处理啊 我没有专业的医用器材 只能得罪了 凌晨天说着 直接趴下 用嘴吸出毒血 小慧嫂顿时浑身一颤 他没想到 凌晨天说的紧急处理 就是用嘴吸 呸 凌晨天吐出一口血 只见地上的血 有些发黑 来不及多想 继续吸 小慧嫂再次浑身一颤 只觉得浑身酥麻的不行 她是村里的寡妇 多年没接触过男人了 何况这么敏锐的位置 况且 凌晨天身上散发出来的 强烈阳刚之气 刺激了她每一根神经 这怎么能受得了 嗯 紧张之下 小慧嫂发出 射人心魄的声音 这声音 让凌晨天一个没忍住 将嘴里的毒血 咕咚一声吞了下去 第24章 不祥之声 咕咚 凌晨天一个没忍住 直接将嘴里的毒血 吞了下去 目光看向小慧嫂 只见她扭动身躯 呼吸越来越沉重 身子起伏得厉害 凌晨天再次咽下一口口水 只觉得 这女人就是个妖精 小慧嫂见凌晨天停了下来 她睁开迷离的眼睛 羞红着脸问道 好 好了吗 应该没事了 凌晨天点头 小慧看了看 只见伤口周围 已经不再发黑 但还是有些子 谢谢了 没事 凌晨天擦了擦 浑身燥热的汗水 嘴唇都变紫了 而且还肿了 你该不是为了帮我 中毒了吧 小慧见状 急忙上前 然而 她的腿因为被毒蜘蛛咬了的关系 早就妈了 一个没站稳下一刻 小慧嫂直接将凌晨天扑倒在地上 一时间 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 两人紧紧贴在一起 大眼瞪小眼 呼吸沉重 感受着彼此身上的味道 好似这个世界都停止了运转一般 这是凌晨天第二次被女人按在地上 只觉得自己浑身燥热 好似快要不能呼吸了 很快 凌晨天的嘴肿的好似鸭子一般 小慧见状没忍住 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好在凌晨天有道法护体 可以阻止毒素蔓延 我得赶紧吃点草药 凌晨天缓过神来 赶紧运功调理一番 然后找到采药的箩筐 拿出一些草药 直接咀嚼起来 将一些草药直接吞下 随后又吐出一些 帮小慧扫的伤口敷上 做完这些 天色已经见黑 不早了 赶紧下山吧 凌晨天说道 好 小慧起身 可发现自己的腿 还是不能动的 所谓上山容易 下山难 他这个状态 根本没法下山 我背你下山吧 凌晨天说道 这 这不太好吧 万一让村里人看到 会闲言碎语的 小慧低下头 这有什么关系 凌晨天不解的 看了看小慧 只觉得村里的人 互帮互助 那是理所应当的 你有所不知 我是村里的寡妇 人们都认为 我是不祥之身 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 说到伤心处 小慧有些失落 你先回去吧 你和我在一起 会被人们说三道四的 凌晨天顿时 一阵无语 哪有什么不祥之身 只是人们妄自猜测罢了 当即凌晨天摇头道 没关系 我身上阳气足 不怕备克 我背你下山 见凌晨天如此 小慧一阵感动 心都快被融化了 自从人们认定 她是不祥之后 全都远离她 就连娘家人也不理睬她 许久没有人 这么关心她了 何况 还是一位 这么英姿飒爽 是帅小伙 又想到刚才凌晨天 不顾危险 帮自己吸出毒血 一时间 小慧的心砰砰直跳 来 凌晨天伸出手 小慧见状 也伸出手 随即凌晨天 将小慧背了起来 一路走下山 傍晚的时间 一些村民们吃了饭 就在村里大树下乘凉 见到凌晨天 背着赵小慧回来 一个个指指点点 小慧顿时羞愧 恨不得将脑袋 缩进衣服里 凌晨天则 是毫不在乎 你家在哪 在那边 小慧的声音 如同蚊子 将小慧背回家中 凌晨天打算离开 在我家吃了饭再走吧 小慧害羞地问道 不用 我师娘和师妹 都在等我回家吃饭 凌晨天笑了笑 看了看小慧 说道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尽管来找我 都是一个村的 我能帮忙 就会尽量帮忙 谢 谢谢 小慧心里顿感温暖 低着头道谢 等到再次抬头 凌晨天已经离开他家的院子 小慧心里一阵不舍 这么好的男人 要是愿意娶我 我肯定答应了 说到这里 他一阵脸红和自责 哎呀 我在想什么 我是不祥之身 不能害了人家 第25章 不信邪 将小慧扫送回家之后 凌晨天带着草药 来到老张家 查看了一下 老张孙女张婷婷的体温 36.8度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大碍 老张对凌晨天一番感激 邀请凌晨天留下来吃饭 凌晨天拒绝 带着草药 来到隔壁张婶家 张婶见到凌晨天前来 立刻东张西望 随后说道 凌晨天 我听说你和那个寡妇走得很近 寡妇 凌晨天皱眉 就是那个赵小慧 张婶也不绕弯子了 直接开门见山 孩子 你刚来可能不知道 那寡妇客人啊 就是狐狸精转世 哪个男人和他来往 都会被他吸干了 你最好离他远点 听着张婶说着云里雾里的事情 凌晨天一顿无语 张婶 乃来的狐狸精 全都是子虚无有的事情 你这孩子 你还不信呢 张婶连连摇头 你可知道 那赵小慧嫁给老刘家的儿子 结婚当晚 老刘家的儿子 就喝酒猝死了 巧合而已 凌晨天摇头道 对 这可能是巧合 可是没过一段时间 老刘也跟着死了 这一家人都被客死 这还能是巧合吗 张婶问道 凌晨天听了这话 微微皱眉 张婶见凌晨天还不信 继续说道 就知道你还是不信 可你知道吗 后来村里的单身汉老王 他那时候就和你一样的不信邪 看上了赵小慧 没过一段时间 老王就死于撤祸了 这么多男人的命 都是因为赵小慧死了 你说邪气不邪气 你还信不信 听了张婶这些话 一个是偶然 两个是巧合 可三个呢 凡事可一可二 不可再三再四 难怪村里的人这么相信 赵小慧是不祥之神 按照道法学说 这里面确实有些问题 也可能是和赵小慧的出身有关系 阴阳五行 确实有相生相克的支离 凌晨天暗暗记下 随后看向张婶笑道 张婶 我知道了 你知道就好 张婶笑道 我也没别的意思 总之令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还这么年轻 又有些医术本事 还有大好年华呢 行 多谢张婶提醒 我回家了 凌晨天笑了笑 告别张婶 回到家中 师娘江雪 已经做好了晚饭 一桌子菜摆在桌子上 看着就叫人嘴馋 天儿回来了呀 快去洗手 准备吃饭了 江雪见凌晨天回来 笑着说道 凌晨天感觉心里一暖 别人也许不会觉得 这有什么 可凌晨天在道门牙下 孤独十年 这一刻的温暖 就是那十年的梦想 简单而实在 当即凌晨天丢下箩 笑着说道 月儿还没回来吗 她呀 太好高无远 脚跟还没站稳 就想着创业做生意 做生意 哪有那么容易 估计她不将身上 那点钱折腾完 是不会回家的 江雪连连摇头 我们先吃 不等她了 要不 给她打个电话 凌晨天有些不放心 将白月一个人在城里 城里可比小村子复杂多了 尤其是一个女孩 孤身一人 叫人很不放心 我 我也没手机 江雪也很想打电话 可是她也没手机 眼见江雪失落的样子 凌晨天顿时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想要改善生活 让师娘和江白月过上好日子 自己还需要多努力 挣钱才行 吃了饭 凌晨天来到赵小慧家 打算接个手机打电话 在门外叫了一声 里面却没人回应 门是半开着的 凌晨天直接推门而入 小慧嫂 来到屋内 凌晨天顿时吞下一口口水 只见赵小慧大大咧咧的躺着 睡得很香甜 身上只穿了一件花格子衬衫 很是清凉 白皙修长的大腿 他这姿势太妖精了 让人浮想连连 第26章 借手机 看着眼前这一幕 凌晨天顿感浑身燥热 很想离开 避免尴尬 可是腿脚根本挪不动 眼珠子也移不开 咕咚 咽下一口口水之后 凌晨天再次叫道 小慧 嫂 没有反应 小慧嫂 我来借下你的手机 凌晨天再次叫道 这时候 赵小慧才微微苏醒 见到凌晨天就站在旁边 他顿时羞得脸通红 哎呀 这话一出口 凌晨天就后悔了 借手机就借手机吧 为什么我还要特意加上 不是来做别的 太尴尬了 然而 赵小慧却一点也不尴尬 反而带着一丝魅意 好奇地问道 做别的 是指什么啊 这 凌晨天再次看了看赵小慧的穿着 小脸通红 赵小慧起身 看了看凌晨天的眼神 也不尴尬 反而在显摆着自己的两个优点 扑斥一笑 这大夏天的 热死了 所以睡觉的时候 穿得比较少 这才刚吃完晚饭 也不知道赵小慧 为什么睡得这么早 没什么事情做 村里人又不爱和我聊天 我只能睡觉了 赵小慧眨了眨眼睛 有些委屈的样子 你睡觉都不锁门的 凌晨天盯着赵小慧 他那花格子衬衫之下 两个优点波涛起伏 尤其是这衬衫 根本遮不住底下 看得凌晨天眼睛眨都不眨 见到凌晨天的目光 赵小慧自信一笑 我根本不需要锁门 对了 你还干嘛的 我 我那个 凌晨天紧张起来 自己现在十九岁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随便一点挑衅 都可以让自己火气上冲 哪能受得了这样的赵小慧啊 一时间 凌晨天紧张的都忘记 自己是来干嘛的了 嘻嘻 你真有意思 赵小慧见状 走到凌晨天面前 不着急 想不起来就慢慢想 我给你倒杯水喝 赵小慧走过凌晨天的身边 顿时一股香味弥漫 凌晨天这才想起来 自己是来借手机的 很快 赵小慧端来一杯水 凌晨天正要接的时候 也不知道赵小慧怎么了 忽然就脚下一滑 整个人扑入凌晨天的怀抱之中 谁撒了凌晨天一身 柔软香酥入怀 凌晨天顿时觉得 自己浑身都要冒火了 靠在凌晨天怀里的赵小慧 顿时温柔如水 不好意思的滑了 小慧走 你撞疼我了 凌晨天老老实实的说道 撞哪了呀 我看看 赵小慧连忙查看 凌晨天赶紧阻止 赵小慧见状眨了眨眼睛 眼神迷离 说道 要不你也撞疼我 算是我赔罪呗 看着赵小慧迷离的眼神 凌晨天不知何意 只感觉自己都快要无法呼吸了 嘻嘻 和你开玩笑的了 赵小慧笑道 我 我是来借手机的 凌晨天也赶紧说道 来借手机啊 你不早说 赵小慧立刻弯腰 到了枕头边 拿了手机 看着弯腰的赵小慧 凌晨天感觉热得不行 拿了手机 立刻就走 等凌晨天离开 赵小慧捂住自己加速的心跳 算命的说 我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生 阳气不足的男人都会被我克 只有阳刚之气特别旺盛的男人 和我发生关系 阴阳调和 才能化解我的命数 凌晨天身上那么有阳刚之气 他一定就是可以帮我化解的男人 好想让他撞痛我 可是他傻乎乎的 纯洁的就像一张白纸 哎呀 我好啊 我怎么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他那么纯洁 我真是太无耻了 第27章 江百月回来 赵小慧在屋内喃喃自语的时候 凌晨天也拿着手机来到外面 深深吐出一口气 这才拨通了电话 喂 谁啊 电话里传来江百月的声音 是我凌晨天 凌晨天说道 你怎么还没回家 我正在和朋友们 聊着做生意的事情呢 现在没时间 一会儿我就回来了 先这样 江百月简单的说了一声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着挂断的电话 凌晨天微微皱眉 感觉江小月很飘 也不多想 回屋 将电话还给赵小慧 用完了呀 给谁打电话 赵小慧见凌晨天回来 顿时变得媚眼如丝 给我师妹打电话 看着赵小慧那如水身子 凌晨天赶紧收回眼神 赵小慧见状得意一笑 故意展示自己傲人的两个优点 说道 这大夏天的 热死人了 家里有没有空调 好想洗个凉水澡呢 这话顿时让凌晨天浮想连连 尴尬地说道 那你洗吧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回去了 凌晨天转身就走 然而下一刻 赵小慧忽然拉住凌晨天的手 笑道 你看你 满身的汗水 要不一起洗吧 啊 凌晨天顿时瞪大眼睛 乃能经得起这样的挑逗 小慧嫂 你别开玩笑了 嘻嘻 瞧你这害羞样 和你开玩笑的了 赵小慧美美一笑 松开了凌晨天 凌晨天刚大的不行 片刻不敢久留 撒腿就跑 看着转眼间就跑没影的凌晨天 赵小慧微微失落 躺下来之后 脑海里全都是和凌晨天 在一起的浮想画面 他闭上眼睛 身躯不停的扭动 啊 小晨天 不要啊 走到外面的凌晨天 正好路过窗户旁 听到里面传来赵小慧怪异的声音 凌晨天脸红极了 赶紧撒腿就跑 回到家里 江雪刚洗完澡 穿着清凉的裙子 湿漉漉的头发 一股洗发水的香味飘来 师娘虽然四十了 但这么多年过去 岁月仿佛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痕迹 反而越来越有一股特别的韵味 不似少女的那种单纯的甜美 那是一种成熟的风韵 由那外的散发出 令人欣赏的吸引力 如同美酒 经历时间的沉淀 酝酿出浓郁的唇香和芬芳 见状 凌晨天顿时心里有一股罪恶感 感觉自己不该这么胡思乱想 这可是师娘 可她如今就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难免会控制 不住自己 回来了 正在梳头的江雪 微微一笑 风韵十足 凌晨天低下头 电话打了吗 江雪问道 打了 月儿说她正在和朋友们 聊做生意的事情 说一会就回来了 凌晨天赶紧就走 不敢多看 见凌晨天有些怪异 江雪也不当回事 你洗澡的话 洗发水在厨房那里 自己拿一下 哦 凌晨天呕了一声就走 夜晚 凌晨天躺在地铺上 辗转反侧 脑海里全都是浮想的画面 甚至想到了师娘江雪 我这是怎么了 以前一个人在道门牙下 我只专心修炼 凌晨天顿时觉得睡意全无 刚要起身 打算冲个凉水澡 却在这时候 房门被打开 只见一个妙慢的身影 慢慢地走了进来 是江白月回来了 凌晨天赶紧装作睡着 凌晨天 江白月浑身的酒气 来到凌晨天身边 睡着了 真是可惜 不能第一时间将好消息和你分享了 什么好消息 凌晨天立刻坐了起来 看向江白月 嘻嘻 见到忽然起身的凌晨天 江白月嘻嘻一笑 就知道你没睡着 好消息等会再说 这长夜漫漫的 要不我们现在就成为夫妻吧 第28章 金丝雀 又要成为夫妻啊 凌晨天看向最熏熏的江白月 对于江白月 凌晨天心中只有纯纯的感情 就好似好兄弟好闺蜜一般 什么叫又 江白月最熏熏的 挑起凌晨天的下巴 说道 上次的在池塘边 被人打扰了 我们可没完成那个仪式呢 仪式 凌晨天眨了眨眼睛 仔细看了看江白月的妙慢身材 也不知道江白月的仪式 打算怎么进行 瞧你这傻样 你别动 看我的 江白月嬉戏一笑 立刻将凌晨天推倒 一时间 凌晨天只觉得呼吸急促 月儿 真的要这么着急吗 别说话 听我的安排 江白月伸手堵住凌晨天的嘴 随后直接骑了上来 看着江白月如此猴急 凌晨天只好放弃一切念头 谁叫小时候玩过家家 答应他了呢 很快 江白月俯下身来 两人即将亲吻 可下一刻 歌之一声 门被打开 伴随而来的是 江雪的声音 月儿 是你回来了吗 听到这声音 两人顿时惊慌 江白月更是一下子跳了起来 回头看去 只见江雪已经推门而入 这么晚了 你们俩干什么 江雪问道 我 我喝醉了 好晕哦 江白月直接往身后一倒 凌晨天顺手接住 师娘 月儿喝多了 凌晨天一脸无辜的说道 这孩子 一个女生 在外面喝那么多酒干吗 不能喝就少喝点 江雪赶紧上前 扶起了江白月 然后带着江白月离开 临走之前 江白月睁开一只眼睛 递给凌晨天一个眼神 那意思好似在说 明天再来 等到江白月离开 凌晨天躺下 感觉心跳很快 月儿也太直接了 这么想和我成为夫妻的吗 小时候的事情 也不能当真啊 凌晨天皱眉 想着江白月刚才的主动 脑海里又想到了赵小慧 小慧嫂好像也挺直接的 想到这些种种 凌晨天更觉得燥热 这大夏天又没电风扇 也没空调 根本睡不着 第二天 三人吃着早饭 江白月宣布了自己的创业计划 表示自己现在没什么本金 所以打算从低做起 她已经和朋友商量好 打算联手开店 慢慢积累资金 然后创业开公司 做大做强 听着江白月的宏伟大计划 凌晨天立刻竖起大拇指 月儿真有本事 嘻嘻 那是自然 江白月得到称赞 顿时得意 可是 开店的钱从哪来呢 江雪忽然问道 这话 如同一盆冷水 浇在江白月身上 江白月高涨的情绪 顿时低落不少 目光转向了凌晨天 我来想办法 见到江白月期待的眼神 凌晨天直接包揽下这重大责任 江白月顿时大喜 连连拍着凌晨天的肩膀 表示很赞 江雪则是连连摇头 只觉得两个小辈年纪太小 太天真了 一个是被圈养的金丝雀 从没吃过苦头 不知道艰辛为何物 另一个则是隐居十年 完全不知道 这社会的竞争激烈 开店可不是几百几千 就能搞定的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江雪摇头 估计他们搞不成 很快 江白月就去城里 凌晨天则是扛着自己算命补挂 救死扶伤的招牌 出去挣钱 到了中午 凌晨天带回来六百块 交给江雪 江雪很高兴 觉得凌晨天是道门弟子 学了点本事 算是有门手艺的人 至少不会被饿死 两人坐在院子里吃着午饭 就在这时候 赵小慧走到了院子门口 他犹豫着 没有走进来 只是站在门口咳了咳 小慧嫂 你怎么来了 凌晨天见到赵小慧 立刻上前 有个叫江白月的女生 打了我电话 说是有急事找你 赵小慧拿出手机说道 第29章 重金 一听是江白月打来电话 江雪立刻上前 笑呵呵地邀请赵小慧 进来坐坐 凌晨天则是拿着手机 拨了过去 很快 江白月就在电话里 兴奋地说道 凌晨天 我和朋友 已经看好了一家店面 店铺位置很好 我们都很满意 还没等凌晨天为其高兴 江白月继续说道 不过租金要五十万一年 而且要一次付清 五十万 不等凌晨天惊讶 旁边的江雪就叫了起来 家里只有千把块钱 哪来五十万 江雪顿十脸都黑了 将电话抢了过去 和江白月聊了起来 劝说江白月慎重 再说家里也没钱 一番电话之后 江雪很是生气 怒道 月儿这孩子 真是太胡来了 完全不听劝 师娘 怎么了 凌晨天问道 我劝她老老实实找个工作 可她偏说 一定要开店 江雪生气道 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 就和倔驴一样 拉都拉不回头 可家里哪来这么多钱啊 五十万确实很多 旁边听着的赵小慧 也很惊讶 江雪看了看赵小慧没有理会 她很是焦急 转而对凌晨天说道 月儿说 她和朋友一人一半 现在是需要二十五万的启动资金 如果没钱 她就去贷款 二十五啊 凌晨天皱眉 自己跑了半天 也只赚几百块 二十五万 确实很多很多 仔细一想 不如找四大家族药 不行 那样会被人看不起盗门的 认为盗门是个抢劫的 凌晨天顿时连连摇头 一时间也觉得江白月很胡来 完全不顾及家里能否承受 这可怎么办 江雪焦急的来回走动 说道 若是凑不到二十五万 你这孩子的脾气 他肯定会去贷款 可是贷款容易 还起来难啊 要是他店铺的生意不好 拿什么去还贷款啊 眼见江雪着急 凌晨天一时间也没了办法 这时候赵小慧说道 我这里有几万 要不你们先拿去应急 你 江雪看向赵小慧 关于赵小慧的事情 他也听人说了一些 好似名声不太好 也不知道 这女人怎么会对自家的事情这么关心 江雪姐姐 你着急用钱 就先拿去用 反正我一个人也用不到什么钱 赵小慧再次表态 这 这怎么好意思啊 江雪皱眉 然后侧目看了看凌晨天 凌晨天也不知道何为客气 说道 那就麻烦小慧扫了 等我挣了钱 就立刻还给你 希希 能帮上忙 我也很高兴 要是你们生意做好了 别忘了我就行 赵小慧见凌晨天接受这笔钱 顿时笑得和花开一样 很是灿烂 谢谢 江雪客气地说道 我立刻去取钱 赵小慧笑嘻嘻地离开 别人听到借钱 那都是躲着 他似乎挺高兴 江雪转身看了看凌晨天 说道 这个赵小慧对你挺热情的 师娘 现在赶紧想想 剩下来的钱怎么办吧 凌晨天说道 提起钱 江雪一个头两个大 立刻再次说 江白月不懂事 眼见江雪没了主见 凌晨天摇头 在家里是蹲不出钱来的 只能是扛着招牌出门转 不久之后 凌晨天就被大路边的电线杆吸引 只见上面写着很多小广告 重金球子 富婆包养 美女上门 工厂急聘零食工 其中 重金球子上面写的价格特别高 凌晨天仔细阅读 接着又被下面一条小广告吸引 请神医治病 若能治好 必有重金筹线 电话 看到这条 凌晨天放弃重金球子的计划 感觉治病救人倒是很适合自己 记住电话号码之后 凌晨天立刻赶回家 打算拨通电话 详细询问 还没走进家门 只见自家院子门口围满了人 人群之中的张婶 见到凌晨天 立刻叫道 晨天啊 快来 你师娘被人欺负了 第三十章 忘恩负义的李家 听到张婶的话 凌晨天大惊 立刻挤开人群 跑回院子里 只见院子里站着三个人男人 一个中年 带着两个青年 三人一个个指高气扬 对着江雪指指点点 尤其是带头的中年 看起来四十多岁 眼神不断上下打量江雪 一脸都不怀好意 你们干什么 凌晨天立刻大叫一声 走上前 将师娘保护在身后 见到上前的凌晨天 对面三人上下打量 为首的中年淡淡笑道 你就是最近村里 很出名的凌半仙吧 中年身后的青年 则是冲动的叫道 管他什么半仙 就算是真的神仙来了 这块地也是我们家的 另一个青年叫道 哼 就是 要么赔钱 要么我们就拆了这房子 眼见这些人是来者不善 甚至还想拆了自己家房子 凌晨天怒了 目光冷冷看向三人 你们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中年教道 这块地当年就是我们家的 那时候 我爷爷一时糊涂 将地皮给你们盖了房子 现在我们要收回去 听到这话 江雪立刻说道 李宝才 你胡说什么 这块地原本就是你爷爷 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这才赠送的 现在都这么多年了 哪有收回去的道理 什么救命之恩 中年名叫李宝才 他身后是他两个儿子 李玉凡和李玉荣 李宝才根本不买账 没心没肺地叫道 我爷爷还不是死了 这能叫救命之恩吗 就是 就算是有救命之恩 那也不值这一块地的钱 李玉凡跟着叫道 哼 现在郊区的地值多少钱 你们又不是不清楚 万一遇到拆迁 那就是几套房子 李玉荣也跟着大叫 这父子三人 是存心来找茬 一个比一个强硬 虽然对方蛮横无礼 可江雪立竟是个女人 面对三个大男人 他哪能招架得住 凌晨天从对话之中 也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 师父在这里行善救人 救了李宝财的爷爷一命 李宝财的爷爷 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所以赠予了这块地 随后 师父就和师娘 在这里相识相恋 然后盖了房子 而现在 这李宝财父子三人 感觉江雪一个女人好欺负 见利妄逸 想来捞点好处 小子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李宝财教导 第一 你们搬走 这里依旧属于我们李家 第二 你赔偿我们十万 就算是买下我们家的这块地 面对李宝财的提议 凌晨天眼神变冷 绝不会让师娘和月儿 再受人欺负 怎么 不服气 李宝财健壮教导 他的两个儿子 李玉凡和李玉荣 则是一个个撸起袖子 做出要动手的架势 这三人得意的样子 就好似吃定了凌晨天 江雪眼见凌晨天就要 和对方动手 心里急了 对方可是三个男人 而凌晨天只有一人 一旦动手 肯定会吃亏 而且李宝财父子 是这里土生土长的 在村里的人脉 肯定比凌晨天要好得多 可以说 对方占尽了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动手是最差的选择了 不但解决不了事情 还会将事情恶化 江雪毕竟阅历多 为人成熟稳重 考虑事情也很长远 他立刻拉住凌晨天 让凌晨天不要动手 当然 江雪也不能束手就擒 吃了这哑巴亏 他拉住凌晨天 然后看向李宝财说道 你说 这块地是你家的 你有证据吗 第31章 拳头才是硬道理 嗯 李宝财愣了一下 这块地就是我们家的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证据 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难道就拼你一张嘴 江雪叫道 李宝财微微愣住了 他在村里可是颇有名望 一个外来户居然敢反击了 当即 李宝财冷着脸说道 瞧你这样子 你有证据 我当然有 江雪说道 当年带房子的时候 村里是批准了的 我们有建房许可证 足以证明 这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这话让李宝财父子三人 当场傻眼 凌晨天也微微点头 他上过学的 说话有条有理 稳重的当 还真的镇住了对面 三个蛮横无理的大男人 你不能只拼一张嘴 什么证据都没有 就跑来闹事吧 江雪再次说道 李宝财顿时无话可说 几次想要开口 却因为无理无证 没能说得出口 眼见江雪就要镇住了场面 可却在这时候 李宝财的两个儿子 不甘心了 大儿子李玉凡叫道 哼 建房证算得了什么 那只能证明房子是你的 可不能证明 这块地是你的 二儿子李玉蓉跟着笑道 对 除非你能拿出证明来 证明这块地也是你的 拿出来 这 江雪为难了 不仅他没有 大家都不会有 因为土地不是私有化的 怎么可能有土地证明呢 拿不出来了吧 李玉蓉立刻得意的笑道 江雪见状不慌不忙 反问道 虽然我拿不出证明 可你们能拿得出证明吗 如果你们能拿得出来 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这反问 再次让李家父子三人 开不了口 他们当然 也不可能有土地证明 眼见这父子三人僵住了 江雪也不想 把事情闹得太僵硬 说道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件事情 我就当没发生过 你们走吧 以后 我们还是好邻居 哼 谁和你是好邻居 我们根本不承认 你这个外来户 李玉凡和李玉蓉大叫 这两个年轻人冲动得很 眼见说 不过江雪 他们可不管什么道理了 直接打算来强硬的 李玉蓉更是直接上前 想要将江雪给推倒 谁能小心 就在李玉蓉伸出手的同时 凌晨天一下子 将其手臂抓住 干什么 没道理了 还打算来强硬呢 强硬又怎么样 李玉蓉幕后道 今天我们父子三人 就是吃定你们了 你们要么搬走 要么赔钱 必须二选一 你试试看 凌晨天眼神冰冷下来 已经彻底没了耐心 很多时候 拳头硬才是硬道理 嘴硬只能是挨打的份 世界的本质 其实就是简单的动物规则 弱肉强食 小子 你找死 对面的李玉蓉 也没了耐心 眼见手被抓住 他想要抽出来 凌晨天吸住了一样 根本拔不动 操 李玉蓉又气又怒 更加使劲 这么费劲 我帮帮你 凌晨天冷笑 猛的一松手 那正在发力的李玉蓉 直接一个后仰 倒在了地上 敢欺搏地点 旁边的李玉蓬健壮 顿时也是火冒三丈 立刻抬起脚 就要踹向凌晨天 然而他的动作 在凌晨天看来 太慢了 就在他抬脚的同时 凌晨天也出手 抓住他的腿 你这么弱小 哪来的底气蛮横 第32章 凤陪到底 小子 给我放开 被抬着脚的李玉蓬 顿时没了脾气 动弹不得 好啊 凌晨天冷冷一笑 随手一掀 直接将李玉蓬掀翻在地 这兄弟俩 轮着被凌晨天掀翻 一个个气得火冒三丈 他们从小 就是村里的恶霸 从来都只有他们欺负别人 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 这哪能忍 兄弟俩爬起来之后 一左一右 合力朝着凌晨天打来 迎接他们的是 凌晨天的拳头 砰砰两拳 伴随着清脆的声响 李玉蓬和李玉蓬 一个个疼得嗷嗷直叫 想打架我奉陪到底 凌晨天冷冷一笑 握着拳头 就要再次上前 旁边的江雪健壮 急忙阻止凌晨天继续动手 他怕事情闹大 打架只能一时爽快 可不能解决事情了 再者说 万一事情闹大 无论是凌晨天打残了对方 还是被对方打残 结果都不好收场 天儿 不要打了 江雪赶紧制止凌晨天 对面的李玉蓬和李玉蓬 两兄弟 则是愤怒异常 李宝才健壮 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大概也看明白了 这凌晨天确实有些功夫在身 别说的两个儿子不是对手 外加上自己 三个一起上 怕是也进不了身 继续打下去 吃亏的就是自己 想到这些 李宝才也赶紧制止 两个儿子动手 然后看着凌晨天笑道 小子 难怪村里人都叫你凌半仙 你确实有点本事 哼 凌晨天冷哼 要是没本事 今天岂不是就被你们一家欺负了 面对凌晨天这话 李宝才的两个儿子 顿时字牙咧嘴 李宝才则是眼神里一刀怒火闪过 我李宝才一向都是讲道理的 可不是那种欺男霸女之辈 呸 凌晨天一脸不屑 自己若是没有这拳头 现在怕是要被这父子三人 踩在地上摩擦了 这种人还会讲道理 对付这种人 只能用拳头来讲道理 这时候 江雪制止凌晨天继续说下去 然后他上前 看着李宝才说道 李宝才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没必要将事情闹得这么僵硬 我也不想 可你们不识抬卷 李宝才不满地说道 江雪不想将事情闹僵 做出让步 说道 我承认 当初这块地是你家祖上的 不过当初是你爷爷主动将地 送给我们盖房子的 你承认就好 李宝才也很狡猾 见江雪让步 他也退让了一些 说道 可问题是 现在我们这些后背过不下去了 我们过来要点补偿 不过分吧 要点补偿可以 可是你们要的太多了 那就太过分了 江雪说道 行 我们不要十万 你给我们五万 我们立刻就走 从此再也不提这事 李宝才说道 太多了 江雪说道 三万 不能再少了 李宝才叫道 我只能给你五千 江雪不满地转过头去 对面的李宝才 眼神里出现了一丝凶狠 不过他比两个儿子沉稳 强行将怒火压下 说道 一万 不能再少了 六千 九千 一分不能少 七千 八千 最终八千块钱 李宝才答应 不再追究这些事情 江雪则表示 这钱先欠着 过段时间再给 然后双方写了字句 表示用八千块钱 买下这块地 避免以后 李宝才父子 再用这件事找麻烦 李宝才收了字句之后 父子三人离开 临走之前 李宝才的两个儿子 一脸怒火地看着凌晨天 小子 你等着瞧 房子的事情可以不提 但你揍我们这件事 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 第三十三章 七人太甚 李宝才一家三口离开之后 没过多久 赵小慧就笑嘻嘻地 带着钱来了 凌晨天说了需要钱的事情 赵小慧立刻将 全部家当五万 借给了凌晨天 到了晚上 江白月回来 见到家里有客人 江白月微微惊讶 这位是 你叫他小慧扫就行 凌晨天介绍道 为了帮你筹钱 小慧扫借了五万呢 江白月大喜 小慧姐姐 我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他外相开朗 逗得赵小慧乐呵呵的 两人直接以姐妹相称 吃了饭之后 赵小慧离开 江白月说 看上了繁华街道的 一家店铺 打算开店 租金二十五万 江雪听到钱这个字 一阵头疼 我有办法 凌晨天想到 小纸条上 重金求一的广告 立刻起身 去找赵小慧接电话 还没走进赵小慧家里 老远的就听到叫骂声 赵小慧 你这个小贱人 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想勾搭谁呢 再让我看到 你穿着裙子出来 看我不打死你 一阵阵叫声 从赵小慧家里传来 凌晨天快速 来到赵小慧家 只见两个妇女 从她家里走出来 见到凌晨天过来 两个妇女冷冷一哼 还真会勾搭人 小心被吓死 两人带着冷哼 不屑地离开 凌晨天微微皱眉 立刻走入赵小慧家里 只见赵小慧头发凌乱 衣服都被撕破了 坐在地上泪水汪汪 走上前 仔细一看 赵小慧脸上 还有几个红肿的巴掌印 是刚才那两个人欺负你 凌晨天顿时大怒 赵小慧抬起头 泪水汪汪 见到凌晨天前来 他顾不上一切 立刻爬了起来 使劲地抱着凌晨天 哇地一声就哭了 感受着怀抱里颤抖的赵小慧 凌晨天生气道 是他们欺负你吗 我去找他们算账 不要 赵小慧急忙拉着凌晨天 委屈地说道 是我的错 我不该穿裙子出门的 我本来就是不祥之神 凌晨天皱眉 穿裙子出门 这就惹到那些人了 这也太忙横了吧 欺人太甚 凌晨天更加怒火 推开赵小慧 打算去找那些人算账 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 可还没等凌晨天走出门 赵小慧就冲了上来 从身后抱住凌晨天 不要去 凌晨天 我求你了不要去 为什么 凌晨天不满到 他们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 就插在你头上拉屎了 不 你不能去 赵小慧哭得浑身颤抖 你一旦去了 就会毁了你的名声 他们也会变本加厉地欺负我 到时候这个村子 就真的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 听了这话 凌晨天微微皱眉 感觉赵小慧孤零零一人 当真是可怜极了 当即 凌晨天转过身来 看着赵小慧脸上的巴掌印 凌乱的头发 以及被撕扯的裙子 凌晨天一阵心疼 你以前就一直被这样欺负吗 凌晨天心疼地问道 也 也不是 赵小慧低着头哭道 还撒谎 凌晨天顿时火大 你太懦弱了 听了懦弱这两个字 赵小慧微微颤抖 抬头看向凌晨天 我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我只是想要有个容身之地 想有个生存的地方 我没得选 接着 赵小慧哭得稀里哗啦 看着赵小慧哭得这么伤心 凌晨天一时间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 这赵小慧确实太可怜了 别哭了 凌晨天拍了拍赵小慧的肩膀 说道 我不去找他们就是了 谢谢 赵小慧泪水汪汪 说道 你能 你能抱抱我吗 行 凌晨天直接答应 将赵小慧紧紧抱入怀中 第34章 阴阳制衡 就这么抱着赵小慧 整整半个小时 赵小慧这才情绪稳定 其实 你的不祥之身 是可以破除的 凌晨天说道 怎么破 赵小慧立刻一脸期待 看着赵小慧一脸期待的眼神 凌晨天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赵小慧之所以会客死身边的男人 那是因为 他可能是阴年阴月 阴日阴时出生 这样的女人五行之中 属于极阴肢体 一般的男人 根本驾驭不了 想要破解 那就必须找 极阳肢体的男人 进行阴阳调和 极阳肢体的男人很少见 也很难找 不过凌晨天自己就是 可这话 哪能说得出口呢 怎么了 赵小慧见凌晨天不说话 再次问道 破解的方法很难吗 确实有点难 凌晨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到底是什么呢 赵小慧很急切地问道 不管有多难 我都想试试 这凌晨天一阵脸红 仔细一想 自己虽然不能做 但也可以将方法告诉赵小慧 当即凌晨天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应该是阴年阴月 阴日阴时出生是吧 嗯 赵小慧点了点头 很是惊讶 凌晨天怎么会知道 这就对了 所谓阴阳五行平衡 一旦不能平衡 就会产生一种五行相克的作用 凌晨天解释道 正是因为你的出生 属于极阴肢体 所以身上阳气部族的男人 都会被你相克 而你想要破解 那就需要找一个阳气族的 极阳肢体 和他成为夫妻 长期在一起阴阳调和之下 阴阳之气得以缓和 这样就没事了 凌晨天含糊地说了一下 赵小慧听了这话 眨了眨眼睛 心里一阵惊讶 以前他找人算命 算命的人也是这么说的 可这种男人很少见 正如同赵小慧的 英年音乐 英日英时出生一样 出现的概率太低了 而赵小慧心里 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凌晨天就是这个男人 当即赵小慧脸上魅意十足 说道 你懂得真多 不过 我去哪找这样的男人啊 这个嘛 凌晨天皱眉 你会不会就是 赵小慧忽然问道 凌晨天顿时 一阵脸红 也不知道赵小慧 为什么忽然这样问 但也不想撒谎说道 我是 一听凌晨天承认 赵小慧心里一阵激动 恨不得现在就融化在 凌晨天的怀抱里 一时间 熊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赵小慧满脸期待的眼神 只觉得这气氛太微妙了 好似一层窗户纸 就要被捅破 为了化解尴尬 凌晨天赶紧说道 那个 先把手机借给我一下 我是来借手机的 哦 好好好 赵小慧缓过神来 赶紧拿出手机给凌晨天 凌晨天拿着手机 有些尴尬 只能出门去打电话 等到凌晨天离开 赵小慧再次软在了地上 他刚才是直接抱住我 问我 我肯定就从了他了 哎呀 我又在胡思乱想了 可我满脑子都是他 我该怎么办呀 好害羞 他是不是不太喜欢我 又或者 他有喜欢的人了 就算是这样 其实我也不介意 哎呀 我又在想什么呢 怕怕 赵小慧使劲拍了自己两巴掌 制止自己胡思乱想 然后微微一笑 不过也好 现在可以确定 他就是我需要的男人了 很快 凌晨天已经打完电话回来 见到赵小慧瘫软在地上 急忙上前关心道 小慧姐 你怎么坐在地上了 是不是哪里受伤了 我帮你看看 第35章 恶人上门 没 我没受伤 我只是忽然觉得太热了 浑身没劲 见到凌晨天回来 赵小慧赶紧收了糊涂心思 那就好 凌晨天将赵小慧扶了起来 你早点睡吧 我也该回去了 说着凌晨天转身就要走 赵小慧忽然一把将凌晨天给拉住 怎么 凌晨天回头看向赵小慧 赵小慧一阵心慌 没 没什么 天黑了 你路上慢点 放心吧 小慧姐 凌晨天笑了笑 然后立刻就走 等到凌晨天离开 赵小慧一阵心猿一马 水波荡漾 他已经寂寞了太久太久 根本受不凌晨天的关爱 尤其是凌晨天身上的阳刚之气 好似一种无比美味的美食 无时无刻都在刺激着他的每一根神经 赵小慧降门锁上 回到屋里躺下 双目颤抖 陈天 忽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赵小慧睁开眼睛 微微惊讶 陈天不是走了吗 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莫非 他也不想离开我 想到这里 赵小慧美滋滋一笑 立刻兴冲冲地走到门口 降门给打开 嘴里叫道 凌晨天 然而 屋外出现的并不是凌晨天 而是另外两个男人 村里的恶霸 李玉凡和李玉荣 我看你是想 男人想疯了 两人看到开门的赵小慧 一个个的冷笑 赵小慧害怕地看着两人 立刻想要降门给关上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他的力气 哪有两个男人力气大 门被推开 李玉凡和李玉荣 一个个带着坏笑 走到屋内 还降门给反锁上了 你们要干什么 赵小慧一阵后怕 惊恐地看着两人 赵小慧 听说你现在和凌晨天 走得很近 李玉凡问道 哼 听说你今天还特意 跑到凌晨天见 借给他好几万 是不是啊 李玉荣跟着叫道 两人一个带着坏笑 一个带着凶恶 赵小慧特别的害怕 不断地后退 可是 他每后退一步 对方就前进一步 尤其是看到穿着裙子的赵小慧 这两兄弟眼神都变了 变得充满了贪婪 不怀好意 下一刻 李玉荣直接上前 一把掐住赵小慧的脖子 怒道 你居然敢借钱给凌晨天 难道不知道 我们和凌晨天有仇吗 我 我不知道 求你放开我 赵小慧害怕极了 凌晨天的朋友 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李玉荣哪里会放开 他叫得更凶了 你和凌晨天关系好 那就是要和我们兄弟为敌 面对着气势汹汹的两兄弟 赵小慧心里一阵害怕 他一个弱女子 哪能是两个大男人的对手 何况他本来就被村里人孤立 他现在就算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他的 一时间 赵小慧心里一片绝望 却在这时候 李玉凡上前 拉开了李玉荣说道 弟弟 不要这么粗暴吗 对女人 咱们要温柔才行 温柔 她就是个不祥之身 我需要对她温柔吗 李玉荣粗鲁地叫道 不祥之身 也是个女人啊 李玉凡笑着说道 再者说 我也不信什么克服命 一听这话 李玉荣上下看了看赵小慧 顿时心里生起一股恶念 咯咯地坏笑起来 大哥 你莫非是想 哈哈 今夜这么热 这长夜漫漫的 又这么孤独 我们兄弟两不如 好好地享受一下 李玉凡坏笑道 哈哈 李玉荣立刻明白了 两人露出男人都懂得坏笑 你别说 赵小慧这么漂亮 居然没有男人要 真是残暴天物 今晚就让我们兄弟来满足他吧 哈哈 第36章 畜上 听着李玉凡和李玉荣 两兄弟的乌言会语 赵小慧害怕极了 他不断后退 你们 你们不要乱来 少废话 李玉荣很是粗暴 直接上前 将赵小慧推倒在地上 咚的一声 赵小慧趴在地上 膝盖都磕破了 然而 这兄弟两此刻 哪里懂得什么怜香惜玉 立刻就要解开裤腰带 不要 我是不祥之身 你们会厄运缠身 会被我克死的 赵小慧大叫 哼 我李玉凡命硬 我就不怕 李玉凡冷笑着上前 伸出魔抓 赵小慧拼命反抗 一巴掌打在了 李玉凡的脸上 还敢反抗 李玉凡顿时大怒 一巴掌打在 赵小慧的脸上 再敢反抗 我弄死你 不要 赵小慧哭着 浑身颤抖 可这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人更加兴奋了 弟弟 快来按着他 等我享受完了 你再上 李玉凡说道 凭什么你先 李玉荣叫道 我先来 这不都一样吗 李玉凡叫道 不一样 李玉荣很不服气 一时间 两人为此争吵起来 与此同时 凌晨天走在 回去的路上 一抹口袋 这才发现 手机忘记 还给赵小慧了 刚才太尴尬了 一时间都给忘了 凌晨天摸了摸后脑勺 再次折返回来 还没敲门 就听到 里面传来赵小慧的 哭泣求救声 同时也传来 两个男人的坏笑声 大哥 我先来 不行 我先 我是你大哥 你是我大哥 所以你要让着我 还记得上次看的电影吗 声音 凌晨天顿时大怒 想要推门 却发现门 是锁着的 凌晨天来不及多想 立刻动用道门立幅 直接将大门给踹开 轰隆一声 这巨大的声响 吓得里面屋内的李玉凡 和李玉荣浑身颤抖 谁 谁啊 两人顿时朝着屋外大叫 凌晨天大步走了进来 见到正在厮舍 赵小慧衣服的两兄弟 顿时火冒三丈 原来是你 小子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跑到这里 来干什么 两人见到坏了好事的凌晨天 也是火气特别大 晨天 绝望的赵小慧 见到凌晨天 顿时爬了起来 赶紧冲到凌晨天的身后 呜呜 他们欺负我 呜呜呜呜 赵小慧哭得特别伤心 凌晨天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咱们的账还没清呢 眼见到嘴边的猎物跑了 李玉凡和李玉荣 顿时火气特别旺 可凌晨天此刻 比他们还要火大 你们这些畜生 下一刻 凌晨天直接抱起 冲到两人面前 一拳一个 将两人直接给干翻在地 被打倒的李玉凡和李玉荣 他们也知道 自己打不过凌晨天 抱着好汉不吃眼亏的态度 李玉凡一咬牙叫道 凌晨天 今天算你狠 我们走着瞧 说着 两人就想走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凌晨天一脚踹在李玉凡的身上 将其再次踢翻在地 另一边 李玉荣目吼着冲上来 叫道 我和你拼了 等到李玉荣冲到面前 凌晨天直接反手一巴掌 打在李玉荣脸上 啪 这一巴掌力道十足 打得李玉荣脖子都歪了 牙齿都蹦出来一颗 啊 吃了巴掌 李玉荣更加愤怒 仰天怒吼 可是凌晨天哪管他愤怒与否 直接走到李玉荣面前 对着他的脸 就是一顿猛抽 啪啪啪 连续十几巴掌之后 这李玉荣被打得满脸的血印 嘴里满是血 牙齿都断了几颗 第37章 没有人能威胁我 怒火之中的凌晨天 可不管一切 直接将李玉荣 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满脸的血印 这暴力的荧幕 让旁边的李玉凡 瑟瑟发抖 赵小慧也看呆了 凌晨天凶狠起来的样子 太吓人了 直接将对方打得不成人形 给我跪下 凌晨天一顿暴力 直接将李玉荣 打得彻底没了脾气 扑东一声 跪在了赵小慧的面前 做完了李玉荣 凌晨天转身 看向躲在墙角 瑟瑟发抖的李玉凡 过来 凌晨天 我 我们无冤无仇 有话好好说 李玉凡彻底怕了 说话都在颤抖 我让你过来 凌晨天叫道 行 我过来 李玉凡走到凌晨天面前 看着浑身力气的凌晨天 心中颤抖 下一刻 凌晨天直接一巴掌打来 啪啪啪 对待这些人渣 凌晨天完全没有任何犹豫 对着他的脸 就是一顿猛衫 这耳光打得啪啪响 时不时的有牙齿蹦出来 等到凌晨天打完 李玉凡和李玉凡一样 已经满脸是血 被打得不成人形 赵小慧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从未想过 凌晨天发火起来 会是这么凶恶 看着就叫人害怕 不过 虽然说凌晨天现在很残暴 可赵小慧心里却看得很爽 谁叫这些恶霸欺负人了 这就是报应 这种被保护的感觉 实在太爽了 小慧姐 你说 怎么处理这两个畜生 凌晨天忽然问道 这 赵小慧看着被打得不成人形的 李玉凡李玉荣 他心里有些害怕 说道 你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就放了他们吧 不行 就这么轻易放了 难保他们下次还有恶心 凌晨天不悦 不打算就这么放了 跪在地上的李玉凡和李玉荣 顿时瑟瑟发抖 李玉凡可怜兮兮地说道 凌晨天 不 凌哥 你就放了我们吧 我们知道 错了 再也不敢了 不行 凌晨天顿时心里出现一个计划 一听这话 兄弟两瞪大眼睛 这以后 还有脸贱人吗 李玉凡连连磕头求饶 赵小慧也觉得这样不妥 赶紧劝说 却在这时候 旁边的李玉荣 他忽然从口袋里 拿出一把水果刀 趁着凌晨天没注意 他猛地跳了起来 用水果刀放在赵小慧的喉咙上 凌晨天 你不让我们活 我就杀了他 你敢 凌晨天皱眉 你看我敢不敢 李玉荣大吼 情绪激动 这家伙就是一个猛夫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看出这一点 凌晨天眼神闪烁 言道 你放开小慧姐 我们慢慢谈 放你个头 李玉荣大叫 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 你没资格和我谈条件 立刻跪下 说着 李玉荣又看了看 跪在地上的李玉凡 叫道 大哥 你还跪着干什么 找绳子来 现在是我们控制局面 这凌晨天敢动一下 我就杀了赵小慧 大不了 大家一起死 李玉凡颤抖了一下 他虽然是恶霸 可是让他杀人 他还不敢 但现在也没得选了 当即 李玉凡就要站起来 然而下一刻 凌晨天一只脚 踩在李玉凡的肩膀上 轰隆一声 这一脚好似有千斤力 直接将李玉凡 踩得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 我可没让你起来 凌晨天脚下一用力 顿时传来卡扎声 那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啊 李玉凡惨叫 挟持人质的李玉荣 见状也害怕起来 朝着凌晨天叫道 凌晨天 你放开我大哥 否则我让赵晓慧死 第38章 你恨我更狠 自从道门覆灭 我就发过誓 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凌晨天仿佛 瞬间化作恶魔 周身涌现出 无穷的凶煞之气 这股凶煞之气 顿时让李玉荣心惊胆战 凌晨天 你疯了 要么放人 要么你死 凌晨天冷声说着 脚下一用力 卡扎卡扎 鼓裂声再次传来 啊 被踩在脚底下的李玉凡惨叫 弟弟 放人 放人啊 否则我会被他弄死的 面对大哥的求救 李玉荣顿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放人啊 李玉凡惨叫 难道你想看着我死吗 我可是你亲大哥 凌晨天 你够狠 李玉荣一咬牙 只好松开了赵晓慧 赵晓慧吓死了 赶紧躲到凌晨天的身后 见到对方放了人 凌晨天这才挪开脚 而这李家兄弟 两去还不知道 他们因为没有杀人的狠心 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凌晨天 我放人了 这下 我们能走了吧 李玉凡看着凌晨天叫道 凌晨天不为所动 回头看向赵晓慧 晓慧姐 我不多说 你自己看着办 我 赵晓慧顿时没了主见 要放人 还是继续惩罚他们都可以 凌晨天提醒道 放了他们吧 赵晓慧有些害怕 他很怕会节外生枝 也很怕对方会事后报复 好 见赵晓慧都这么说 凌晨天也只好同意 不想弄得狗急跳墙的局面 走到李玉凡面前 若是再让我看到 你们来欺负小慧姐 我会杀了你们 你 你少吓唬人 李玉凡心里害怕 可还是嘴硬地叫了一声 然后带着哥哥李玉凡离开 等到这两人走了 赵晓慧立刻扑了上来 紧紧地抱着凌晨天 谢谢你 刚才 我以为 呜呜 我要是被玷污了 我也不活了 呜呜 赵晓慧哭得颤抖 凌晨天也很快平复了心情 安慰赵晓慧 任何地方都有不公 委屈 泪水 唯有拳头硬 才是硬道理 等到赵晓慧缓和下来后 凌晨天看了看大门 说道 刚才为了救你 我一时没顾及太多 替坏你家大门了 没事 你也是为了救我 明天换个锁就行了 赵晓慧满脸的感激 凌晨天将手机还给赵晓慧 不早了 我回去了 别 赵晓慧还是很害怕 一把拉住凌晓天的手 小慧姐 还有事 凌晨天问道 我有些害怕一个人 赵晓慧委屈地说道 凌晨天看了看赵晓慧 又看了看踢坏的大门 赵晓慧一个人在家 大门又坏了 确实心里会很怕 真是多灾多难的女人 得赶紧帮她找到 阳食出生的男人 和她阴阳调和 化解她的厄运才行 想到这些 凌晓天言道 那要不你今晚去我家睡 可以吗 赵晓慧问道 当然可以 凌晓天微微一笑 不过得委屈你 和月儿还有我师娘 你们挤在一起了 我不在乎的 赵晓慧顿时大喜 走吧 凌晨天点头 带着赵晓慧回到家 家中 江雪和江白月 还在苦恼着 怎么筹钱的事情 一直也没睡觉 见到凌晨天 带着赵晓慧回来 江雪微微意外 农村没什么夜晚的娱乐活动 所以一般村民们 休息的都比较早 这么晚了 凌晨天怎么将人家姑娘 往家里带呢 再看赵晓慧脸上的巴掌印 和那委屈的样子 江雪更加觉得不对劲了 该不会是 凌晨天 如果和这个女人 发生了关系 江雪顿时想到了 很多不好的事情 江白月见状 直接说道 凌晨天 你不会欺负晓慧姐了吧 第39章 恩人 我怎么会欺负晓慧姐 凌晨天 立刻将事情解释了一遍 江雪听了 顿时觉得赵晓慧很是可怜 没想到短短时间内 赵晓慧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哼 全都是迷信 还有那里家的两兄弟 真不是个东西 江白月听了很是火大 立刻拉着赵晓慧说道 晓慧姐 以后谁敢欺负你 你找我 我帮你教训他们 谢谢 赵晓慧很是感动 只觉得这一家人太好了 不像村里人那么冷漠无情 第二天一早 凌晨天再次打电话 和对方确定见面地点 随后离开村子 一路上 村里人看到凌晨天指指点点 一些大妈们 躲在远处议论 这小子 据说和那个不祥之人 走得很近 啊 不会吧 年纪轻轻的 怎么看上那个寡妇了呢 谁知道呢 那寡妇会勾搭呗 也对 村里的人都不和她说话 所以 她就勾搭新来的小伙子 毕竟是年轻人 哪能受得了那妖精 小伙子年纪轻轻 别再在那寡妇手上了 要不要和她说一说啊 别多管闲事 先观察观察 这些人的议论 凌晨天当然听到了 不过也不当回事 一路来到村口路边的公交站 等待公交 这里远离市区 大清早的 公交站排边 并没有多少人 一位停停玉立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包 站在旁边 凌晨天仔细看了看 感觉这姑娘有些熟悉 姑娘也再三的 看了看凌晨天 你 你是凌晨天吧 姑娘在三观察之后 走到了凌晨天身边问道 你是 凌晨天纳闷的看了看 我是张婷婷啊 老张的孙女 张婷婷笑了起来 你不记得我了吗 原来是你 凌晨天微微一笑 她现在病愈了 脸上有些气血 稍微打扮一下 还是挺好看的 以至于凌晨天 一时间没认出来 嘻嘻 张婷婷笑着伸出手 恩人 谢谢你啊 我爷爷说 我之前病重 就好像中了血一样 是你救了我 不用谢 我也收了你爷爷的钱 凌晨天微微一笑 和张婷婷握手 她的小手还挺嫩 仔细看了看张婷婷 她穿着体恤和紧身牛仔裤 很显身材 婷婷玉丽 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 不得不承认 这村子里 还真是出美女 赵小慧很不错 这张婷婷也挺漂亮 凌晨天可不知道 这张婷婷 可是村里的村花 很多人都惦记着呢 对了 你要去城里吗 张婷婷笑着问道 对 去办点事情 凌晨天点头 那她好了 我们一起 张婷婷笑着说道 很快公交车前来 车里也没什么人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张婷婷很是热情 一定要请凌晨天吃饭 算是感谢凌晨天的救命之恩 凌晨天推脱不了 也只好答应下来 两人约好各自去办事 等中午见面 凌晨天下了车 一路来到洪浪漫酒吧 这是和病人约定见面的地点 白天 酒吧里并没有客人 里面只有少量的工作人 在在打扫卫生 其中一人看到凌晨天问道 先生 我们还没营业呢 我来找人 凌晨天说道 找谁 对方问道 我找丁玉彤 凌晨天直接爆出名字 对方听了微微一惊 上下看了看凌晨天 然后说道 你等一下 这人说完立刻就走 没过多久 一群壮汉走了过来 这些人直接将凌晨天给围住 随后一个个的上下 打量凌晨天 为首一人浑身的纹身 冷冷说道 小子 你什么人 干什么的 找我们童姐什么事 我和丁玉彤约好了 在这里见面 凌晨天说道 童姐不在这 你有什么事情 直接和我说 大汉不悦地说道 可我要见的是丁玉彤 并不是你 凌晨天言道 眼见凌晨天不时抬举 大汉顿时怒了 臭小子 你算老几 童姐也是能说见就见的 第四十章 丁玉彤 我是来给丁玉彤看病的 不见到他本人 我怎么给他看病 眼见对方说话毫不客气 凌晨天微微皱眉 只觉得 这人太没礼貌 看病 大汉文言 再次上下观察凌晨天 就凭你 难道不可以 凌晨天反问道 呵呵 大汉不屑一笑 小子 别开玩笑了 童姐的病找过很多名医 全都没有看好 就凭你小小年纪 你能有什么医术 周围几个壮汉 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看他八成是骗子 想来骗钱的 小子快滚吧 我们童姐金贵得很 不是你这种骗子可以见的 就是 毛都没长齐了 还学人家当神医 简直可笑 滚 一群人朝着 并且呵斥 凌晨天滚出去 凌晨天皱眉 若不是为了帮江白月筹钱 自己还不愿意来这里呢 我真有方法给丁宇童治病 请你们 让我见见他本人 凌晨天再次说道 呸 几个大汉叫道 像你这样的骗子 我们见多了 立刻给我滚 否则别怪我们动手 快滚 眼见这和群人根本无法交流 凌晨天摇头 立刻就走 来到酒吧外面 凌晨天心有不甘 这笔钱是一定要赚的 否则江白月没办法做生意 想到这 凌晨天看到旁边一个公用电话 立刻走过去 拨打丁宇童的电话 几名壮汉也跟了出来 拿出烟点燃 见到凌晨天在打公用电话 几人嘲笑起来 这小子 全还不管 他在打电话呢 呸 打电话也没用 他算老几 童姐怎么可能理这样的人 就是 还想见童姐 真是好笑 几人一脸的嘲笑 凌晨天也不管这些人 电话一直没能打通 那边嘲笑的几人走了过来 将凌晨天围住 小子 不是打童姐的电话吗 怎么了 打不通 呵呵 要不要我们帮你打呀 这小子 一看就是骗人的 想来我们这里骗 你以为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 别废话了 这种骗子 见一次凑一次就对了 却在这时候 旁边一辆黑色的轿车停了下来 见到这辆车 几个壮汉脸色变了变 凌晨天的电话也打通了 喂 喂 里面并没有人回答 与此同时 车辆的门打开 一位司机走下来 然后打开车的后门 童姐来了 几名准备对凌晨天动手的大汉 立刻恭恭敬敬地站成了一排 齐声叫道 童姐走 凌晨天也跟着看去 车后座 一位气质很冰冷的女人走下车 这女人看起来三十来岁 穿着女士西装 戴着名表 看起来一副大姐大的形象 女人目光直接掠过所有人 直接看向凌晨天 你就是要给我看病的医生 你就是丁与彤 凌晨天反问道 住嘴 童姐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 旁边的小弟们立刻呵斥 凌晨天懒得理这些人 上下观察着丁与彤 并不是看着女人漂亮与否 而是观察她的精气神 好确定病情 看什么看 旁边一个大汉走向前 朝着凌晨天呵斥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盯着童姐看 我看你是找死 住口 丁与彤示意小弟退下 然后观察了一下凌晨天 你这么小的年纪 真的会一数 年纪不能代表一切 凌晨天言道 呵呵 丁与彤淡淡一笑 言道 那你看出来 我是什么病了吗 看出来了 凌晨天淡淡说道 不过 你得把衣服全脱了 让我再确认一下